我這邊先開台了 然後先稍後看有沒有觀眾 然後問他們一下聲音有沒有問題 好 可以 稍後看有沒有觀眾 開一下直播台 應該有了吧 我剛剛不是分享嗎 等等 沒有關係 等一下 掉我 掉我重PO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喜天真煩 可是喜天他也在開台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沒有 那你們大概是什麼時候 就是 大概會約什麼時候去工作室呢 還是說就是看個人的時間 你是說約來工作室 對啊對啊 是有什麼特殊的活動之類的嗎 還是說就有時間就會去 應該說有時間就會來吧 對啊 工作室好大一間不去很可惜 真的 大家就聚在一起 那樣子 你們會在那邊過夜嗎 還是說純粹就是在那邊 聊聊天之類的 我們現在幾乎就是 可能就會來一天然後住兩天那樣 你就把工作室當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 宿舍嗎 那也算是一個宿舍 蠻像的 不過我覺得是有時候 討論事情的話很方便 因為大家都在一起 喔當然啦 你要知道我那時候 跟老皮一樣都是住學校 所以當初你跟老皮是住在同一個宿舍 應該是說 我們學校就是固定學生要住宿 然後雖然說 我那個宿舍雖然有點距離 可是我 我也是住校的 所以我很常跑那個 學弟的宿舍 去看他們在幹什麼 然後跟他們聊聊天這樣 學校宿舍我還沒有住過耶 好玩嗎 就是大家都瘋瘋癲癲的阿 都會聚在一起嗎 還蠻好玩的阿 對阿 就是包括說 門禁時間 就出外阿 就不要被時間抓到之類的阿 那我最 就是不想住宿學校的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不喜歡 就是被限制回家的時間 喔是真的 欸開始有觀眾了喔 各位安 我跟你講那個ERIC那個就是洗天 要把他BAN掉 用BAN 喔我把你BAN掉 哈哈哈哈 這邊來開玩笑 ERIC ERIC 聲音有沒有問題呢 我這邊會調整 那如果 BONNY那邊的聲音太小聲 或是我這邊的聲音 就是有被BGM蓋掉的話 我這邊會再調整 OK 不用啦拍什麼照 你還要拍照 不惜阿 他們真的很親 他們一直在講說什麼 我今天第一次被人家訪談 然後好像很緊張 哇你是第一次喔 然後我就說 就是第一次就 就一起這樣聊 然後開談 好榮幸可以邀到 第一次接受訪談的實況主 沒有 只是 就很少有這種機會阿 很感謝 不會阿 之後 然後你們 你也可以自己開一個 類似這種 實況的 頻道 你就可以邀一些 對現在不是很多人都會 就是 訪談各實況主 現在已經很多人都在做這些事情 喔對阿 然後瑞德現在在旁邊一直拍我 要拍什麼 哈哈哈哈 第一次給學長了齁 沒有阿其實老皮 老皮叫我學長 好像每個人都叫我學長 我都變得好像是大家的學長 這樣 哈哈 對啊剛剛聊那個 宿舍嘛 其實我是蠻推薦的 就是如果你們 你們讀 念大學或是念書的時候 可以住宿舍的話 不管是學生宿舍還是自己租房子住啦 其實 我都還蠻推薦的 你們可以去體驗一下齁 因為 因為有兩點 一個就是 如果是學生宿舍的話 你可以跟同學 就每天碰面齁 可以 累積一下自己的那個 呃 人際關係 的那個 經驗啊 然後如果是 可是如果之前有上大學的話 其實我有考慮過 要跟同學們一起住 呃 是還蠻好玩的啊 那如果是 自己住宿的話 其實 呃 是 我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 變成是說 沒有時間的壓力 然後 就變成自己照顧自己了 對啊 但現在也蠻像的啊 因為跟學兔做在一起 就 東西也都是要自己 就是 照料 喔 所以你不是照顧學兔 是你自己照顧自己 喔 通常是學兔照顧我比較多 喔是嗎 喔這麼好 喔 也不是這樣子啊 就是 自己的事情還是要自己做 但他幫助我很多 嗯 那就好好在身邊學學了 齁 既然 既然 有這個機會 對啊 好 那我這邊 就先 開畫面 然後 當然是繼續聊天 沒有關係 就繼續聊 那 呃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這邊就先開始囉 好 嘿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雙時計 那今天 要到的來賓是 Bonnie 邦尼 哈囉 哈囉 其實 我 認識你 好像也沒多久 就是那個時候 大衝 呃 六月 六月中的時候 還真的碰到面了啦 齁 要不然之前我是知道 所以就上一次來工作室那時候 對啊 就是那一次 然後 有機會碰到面 就好多 呃 工作室的一些 成員啊 嗯 那我那個時候其實 也沒想過說 呃 會有這麼多人啊 因為 我那時候 會來工作室 其實大部分的原因是 因為老皮有邀我去Google那邊 那 我這邊 我這邊就算一下時間 那 剛好可以 我就去了 對啊 然後 因為很晚了 所以我在這邊過夜 那天是那個Google有那個 實況趴嗎 對啊 對啊 其實那天如果沒有JKB 那大家應該都會 可以一起去 不過就剛好卡在有節目 啊 有點可惜 因為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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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很多實況主一起合作 然後 討論一些如何讓 自己頻道 進步的一些 方法 然後 當然 裡面也有一些前輩啦 當然 就是有很多前輩都還蠻有趣的 只能說是想說就沒關係 就下一次有機會 就大家再一起去就好 嗯 一定有機會的啦 嗯 這個活動我是覺得說 他會繼續辦 因為 他有點像是 相輔相成的 因為他們是希望實況主可以 推他們的頻道 因為就是 那個 雖然說是Google 其實大家不能講的是YouTube的這一塊 對啊 然後 他們就有合作嗎 他們其實就 嗯 應該是合作吧 嗯 我覺得應該是合作 嗯 然後 嗯 反正就是裡面有很多 嗯 目前你們都很 就很知名的那些實況主都會 噢 阿神他們嗎 對對對他們就會 在其他時間跟你們分享啊 或是說 聊天的時候可以聊一些實況的東西 我是覺得都還不錯啊 那 嗯 不過工作室有 JKB這個活動我也是覺得很好 因為變成是說你們是主導一個活動 對啊 大家都還在學習就是開一個節目 對 我們已經做了一季了 之後還要討論第二季的問題 對啊 是還蠻多可以進步的空間啊 不過這個 這是早晚的問題啦 就是 呃 你們遇到問題可以解決 然後 不要讓它再發生 其實就是進步了 對啊 你要知道那個辦活動是多累 然後再加上說 你們 你們 上個禮拜不是 有那個 實況 圓遊會嗎 對啊 那規模很大對不對 對 是蠻大的 真的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來 對 大部分很多皮粉啊 神粉啊 神粉 還有到神粉 哈哈 那因為阿神有趣 哦 所以 你就知道那個活動要辦起來是 有多麼的 辛苦啊 不容易 對 而且你要辦這麼大場 真的不容易啊 對啊 不過是 但是 我覺得這 真的是能讓 就是我們實況主跟粉絲 就是 互動的機會 嗯 對啊 因為我那個時候 在 就是 我參與Lamb Party的時候 其實 裡面有很多人 就在說 他們也是希望建立一個平台 跟粉絲互動啊 不過那個時候 是因為場地的關係 因為場地 不夠大 所以 要提供給一些粉絲來互動 是有困難的 那當然就是 會慢慢再跟 再慢慢改善啊 反正就是 既然已經有起步了 那就是有很多地方 可以 再慢慢的 修正這樣 我當初聽說 就是Freedom他們 在找這個場地的時候 也是 就是找了很多地方 然後 這個是因緣機會 找到一個最ok的場地 然後本來是都沒有想過 就 之後就是一個機會 然後就找到這個場地 所以場地真的 好像真的很不容易 在台北找到 真的很難喔 那個在台北要找一些 就是有很多人的場地 那個 第一個就是經費 然後第二個就是那個時間 因為像 我之前在台北工作的時候 就是 我之前的公司是有尾牙 就是那一次 還蠻大的 就是 尾牙 尾牙 那個尾牙 我看那一場 大概是幾百萬 跑不掉的那一種 而且 三百多人應該也要很大場地 對啊 雖然說是三百多人 不過因為是 中國那邊也有員工 所以其實 在台灣大概一百多吧 嗯 那 在台北 因為那個時候是 如果是有 有棒 尾牙的公司 他們通常就是 會有一些 呃 員工 會在裡面當工作人員嗎 你就知道他們 自己在工作之外 還要在 在 辦那個 公司尾牙的 的那個東西 然後再加上說 有一些 呃 才藝表演 我不知道是 犒賞員工還是在整員工 我是覺得他們就是 累翻了 連那個表演 都是員工自己下去用的喔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讓 怎麼讓節目有趣啊 因為在台下的不只有員工 當然還有一些 呃 類似 就老闆啊 或是說老闆娘 嗯 其實他們就很多人了 通常這種公司尾牙不是都會 請別人 就是唱歌或 喔有啊有啊有啊 會請到一些藝人啊 嗯 對啊 不過就要看公司規模啦 因為 藝人真的是 那個時候也是 忘記吧 如果是 尾牙的話 其實有很多藝人是 約不太到 然後你越 越知名的藝人是 越南越的那一種 對 而且真的酬勞一定也很 就龐大 嘖 大概就 十幾二十萬吧 最便宜的 嗯 那如果 有知名度的話 可能到幾百吧 不一定 便宜的就要十幾萬 對啊 你知道那個藝人 他們 他們跑 就是他們一場喔 尾牙 就是他們其實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加上說他們要怎麼去排 排他們要表演的東西 那個其實 嗯 那些都是 血汗錢啦 雖然我們 外人聽起來覺得 哇 好高喔 那 當藝人這麼好轉 其實不盡啊 他們累積很久了 對啊 嗯 感覺當藝人其實也很 就是 辛苦 當藝人很累啊 因為你還要保持形象嘛 然後你有很多事情 你又不能說 就是 太主觀 因為 因為藝人賺錢 就是完全是靠他的形象 那我們最近也有考慮到就是 其實在演藝圈 好像不是很好混那樣 嗯 演藝圈是真的不好混啊 我覺得演藝圈跟實況圈 有點類似齁 有一點 而且實況其實 如果到時候很知名的話 也有可能會上電視之類的 嗯 對啊 如果有那個機會的話 我是覺得 就把握吧 因為上電視 是有難度的齁 因為 那個都是要跟電視台 電視台去談的齁 按按咯 像是 像是那個 就那個酷酷兄弟嗎 那樣子也算是一個電視節目嗎 還是說他也是主推在網路 像是網路這一塊 看得出來是他們要去融合一些 呃 網路的東西到他們的電視公司裡面 所以他們 跟阿神簽約這樣 嗯 不過這樣感覺就好像 就是 我覺得到最後可能會脫離 就是實況這邊 我是覺得最後實況跟演藝圈是會 融合在一起啦 其實也不會說 融合嗎 對啊對啊 因為他們本來性質就很類似 然後 再加上說 收視習慣會變嘛 其實有很多人以前是看綜藝節目 那現在 有蠻多人是看實況 或是在網路上 直接看那個 呃 錄影的頻道齁 因為他們有些時間比較自由嘛 比較喜歡在網路上面看這樣 那當然這一塊就會跟實況融合在一起啦 嗯 感覺實況就是崛起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看的實況是 minecraft那時候是鐵卷門的實況 嗯嗯嗯 他有錄成就是幾集然後Eversau的創世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喔 我也有看 我那時候覺得鐵卷門還蠻奇葩的齁 算啊 那時候好像是就是minecraft就是 最多人知道的時候 對啊 那時候是 很少人 在 用minecraft在直播的時候 他就已經先開了 所以他有做到那個機會 對啊 然後現在的話是因為minecraft 太多人在玩 對已經太多了 到處可見 對啊 因為每個 可能新進來的實況主 也都是第一個就是去玩的就是minecraft 是啊 搞得我沒有在玩minecraft 我都知道minecraft要怎麼玩 這樣 因為都有在看他們在玩 對啊 很多人 有些現在很多出來都是主打minecraft 嗯 不過 就 如果要用minecraft實況的話 就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你要怎麼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太多就是 就挖礦齁 要不然就是 嗯 建一些東西 而且很多時間其實都會花在花礦上面 跟建築 對啊對啊 像 不過是有一些實況主 有打算用minecraft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啊 像魚乾他們 有在推那個 嗯 邊境躲起啊 有點一些類似電競齁 因為我之前沒有料過是minecraft也可以 做的跟電競 嗯 我們前陣子好像在玩叫什麼 潘寧古語 對 對啊對啊 那個就 完全是不一樣啊 就有點像是 線上遊戲的感覺 真的 而且還可以過任務 我覺得這超酷的 對啊 不過有時候 就是我最後面是卡在一個很奇怪的地府 出不去 然後等級都被刷到土地 那個是 卡關吧 但是他有一個 我不確定是 是在幹嘛的 不過可以進去 好像聽說最後可以得到很好的東西 我就被觀眾騙進去了 之後出來的時候 我等級別到39 那時候已經 六十幾等了啦 他會這樣等是不是 對啊 喔 所以不是BUG 我真的不知道minecraft還可以做成這樣 就是這些東西 對啊 因為minecraft很自由嘛 所以只要你想得到的 就是 可以嘖嘗試 就不像說一般的遊戲 就是他一個框架給你 就只能在那框架裡面玩 嗯 對啊 所以minecraft是很自由 沒有錯 可是他也是非常難 嘖 去 推廣自己的 因為他太多人在玩了 嗯 事後期就變這樣子 對啊 初期是有那個機會啦 不過 你要知道那個實況越多人開 就 就好像是台灣的 那個叫什麼 人才 太旺盛了 你知道嗎 滿街都是 博士跟那個 教授 對啊 就有點類似那種感覺 就飽和了啦 嗯 這樣就感覺大家都是一樣 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要用實況去 推廣自己的話 你不如把實況當作一個 呃 溝通的平台 或是說 交流管道 會比較好 因為其實有很多 很多人也是 有在開台 然後也可以分享一些 自己的心得 這也不一定說 你要靠實況去賺錢 因為 靠實況賺錢 這真的就 很少 這很困難 很困難 怎麼能說 像就是老皮啊 小燕他們一樣 這麼資深 而且還可以接到很多工商那樣 嗯 其實當然也不是只有 開實況才有辦法接工商啊 畫圖也可以啊 或是說 你可以嘴砲什麼之類的 對啊 畫圖就是可以接按 畫圖是可以接按 其實都可以 就只要你有 某一些技能 是別人 呃 比較 少 擁有的話 其實 就有籌碼去跟一些 一些廠商去談啦 所以 就 就不光是 實況啊 呃 你會畫圖也是 然後你會 企畫 或是說 你有什麼辦活動的經驗 那些其實都是 可以接到商案的 像之前 蘇卡有跟我提過說 他本來是打電競的 最後來 就是電競裡面的 有人發現說他會畫畫 然後 就找他去幫忙畫畫 之後他就是有 接一些 就是工商就是 開台畫畫 那樣子 我覺得這樣真的 很不錯 以就是自己 喜歡畫畫的人 就覺得說 希望自己會能這樣 開台畫畫 還可以賺錢 就是很酷 不過當然就是 有光鮮的 裡面跟 黑暗面 因為那個 就變得是 有點像是 心態的東西 因為 你要賺錢的話 你第一個畫的 就不一定是自己 喜歡的東西 因為那可能 要跟一些業界 去談 那他們要什麼 然後你就處理他 像稍石已經 就是已經 接過蠻多商案 對啊 是有接過啦 嗯 就是 我在畫的過程中 是 我沒有想到說 我可以用畫圖 去賺一些外塊 那 當然也是 接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覺得說 這樣畫圖 好像跟我一開始 畫圖的 一些 感覺不一樣 齁 就有點類似實況 我們現在畫的是別人想要的 對啊 就有點類似實況 你一開始開實況的時候 你可以很自由的開 然後 然後可以一些 聊一些有的沒的齁 甚至 罵髒話都可以 都可以 因為很自由嘛 那如果接到商案的話 你就稍微節制一點 然後 你要帶一些 工商之類的 就變成是說 你的實況台 一定不是這麼的單純了 嗯 因為你要靠他生活 對啊 這就是業界的 而且現在其實觀眾對廣告啊那些 其實都有點訪談 嘖 對啊 嘖 其實我是覺得說 實況就有點像以前的廣播節目了啦 只是變成是說 大家都可以開廣播這樣 對啊 但是如果真的是開得好 的話也可以就是 有知名度 然後推廣自己 嗯 對啊 是一個還不錯的管 是還蠻不錯的管道啦 對啊 我是推薦大家也可以嘗試看看 不過 這個管道我是覺得 已經有點飽和了 所以 沒有這麼簡單喔 沒有 沒有像之前 呃 我跟 對喔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大家 就是少少的時候 還比較容易讓人家知道 有你這個人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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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才講就是有一些 你像剛才講的蘇卡嗎 他之後不是 有畫圖嗎 然後人家就 就發現他會畫圖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 新的 嗯 機會 就是讓他去 開一些繪圖台嘛 嗯 對啊 所以你們有時候開實況的時候 你要稍微想一下 你的專長是什麼 其實不是只有開台而已齁 開台不算專長 因為開台太簡單了 對啊 現在只要有電腦 大家都可以開台 對啊對啊 看你要用實況台幹什麼 你可以開實況 做飯啦齁 或是說開實況 呃 說故事也可以 或是唱歌 那其實就是開台 也可以結合自己的興趣嘛 對啊對啊對啊 這比較重要啦我覺得 因為如果純粹開台的話 那你要開什麼東西 對啊 那觀眾想要看什麼 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純粹開台 這有點太可惜了 但是你開台 你會想要就是 順著觀眾喜歡的走向嗎 如果是我的話 我是 就是 我目前沒有想過要順著觀眾的 呃 口味走啦 因為我開台的初衷 其實本來就不是為了觀眾齁 嗯 我開台的初衷 我開台的初衷 初衷純粹就是 呃 邊畫圖邊聊 然後分享一些經驗而已 那 有些經驗可能 人家第一次聽 或是說已經知道了 或是甚至說 覺得我太主觀了 然後不想聽了 對啊 其實都都可以 反正 就是 舊的去嘛 新的來嘛 那如果大家 想聽的話 就是 來聽一下也OK 這樣 我開台不是為了觀眾 我主要就是 把它當做一個 呃 溝通的管道 嗯 所以我今天 要分享自己的經驗那樣 對啊 所以我今天才會邀妳上來啊 對啊 我如果沒有開台的話 我其實也不 不太有可能機會 認識到工作室裡面的成員 哦 對啊 這其實開台也可以讓你 認識到更多的人 當然啦 當然啦 但也可以讓更多的人認識你 因為就互相的嘛 嗯 因為 該怎麼講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我會開台 我完全沒料到我會開啦 是因為我剛好認識老皮而已 我才會開 對啊 其實也沒多複雜的理由 嗯 是不是從老皮這邊就認識到實況嘛 對啊對啊 我之前是知道他有在開實況 可是我不知道他有這樣的成績啊 對啊 因為我那時候跟他碰面的時候 他有講一些 他將來想要開工作室的事情啊 然後想要找一些夥伴這樣 不過我那時候純粹就是 在旁邊聽而已啦 哦 對 因為 我 我其實 畢業之後我其實很少 有機會跟他聊到 哦 他工作上的東西 因為 我那時候是在 南部工作 然後他在北部嘛 所以那時候已經開始在畫畫的行業了嗎 嗯 還蠻 這已經有一陣子了吧 那時候 已經 已經 要 因為我那時候跟他碰面是回 回母校的時候 就是 在講一些自己工作上的東西 就是分享給一些學弟妹嘛 然後那時候老皮其實也在裡面 因為他其實就是 是 同校的 嗯 然後我那時候分享的是 講一些我工作上的東西啦 好 那我那時候其實 除了工作上的東西 我還有在接啊 你就畫圖的東西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 那本來雙十是在做哪一些工作啊 我那時候 欸等一下 我今天好像是你在訪談齁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 網路服飾店啊 嗯 嗯 東京佐伊我找你 因為以前我 其實我很喜歡就是 逛網路上的商店 嗯 然後我很喜歡網購 因為我很懶得出門 嗯 嗯 所以也是靠 這個蜂巢 就是爬起來 就那個時候也就慢慢做起來這樣 對 然後我也是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他實體店面也有 然後網路上也有做 嗯 就是他們 抓到機會之後 然後 就順著做下去了啦 所以那個其實 你完全料不到啦 對 也沒有說你一開始想要開店你就開了 其實你 有時候你都是要邊做 然後 邊 就是一邊學 然後遇到機會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進行下一步這樣 嗯 開公司其實是 就是比開公司還要難好幾倍啊 對啊 除了開店嗎 對啊 因為還要就是 他一開始初衷就是要賺錢 然後營收那樣嘛 真的啊 所以你還要去 他那個就有點像是 剛才講的那個 你要銀河觀眾嘛 那你如果開那種 網路私語店面 第一個就是 你要知道觀眾想要什麼 對啊 而且不一定你今天設計的一款衣服 人家喜歡 對啦 沒錯啊 不過 那個時候的主打是 那個 便宜嘛 然後 快速 還有測價 對 其實 你要知道那其實客服人員 忙到翻掉 我 我那次進去是因為 是 設計的關係啦 就是修片啊 然後 設計一些東西 那 客服人員是我們設計部的兩三倍吧 專門接電話 兩三倍 對對對然後去解決一些疑問 你就運送啊什麼的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你就那個 吃的人才就不一樣了 所以就是工作上的一些東西 那 Bonnie的話 你之前 你在開實況之前 你是有工作過嗎 其實我 我 我年紀上很輕耶 因為我高中 高 高一 高二就開始實況 然後其實我一直都是在打工而已 不過我之前比較特別的經歷 是我有去 女僕店打工過 哦 你有當過女僕 對啊 因為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就是Course 不過自己 沒有很專精啊 不過之前有在 晚會的時候 Course過初音 嗯哼哼 你知道 Course 這個行業 其實在日本 很夯哦 非常的夯 而且聽說就是真正很專業的Course 就是會 很要求 真的啊 真的啊 還蠻 就是他們其實也標準都非常的高 因為其實不是只有他們啦 就是看的人 他們也會去 評 評論嘛 對啊 就其實有 不是這麼單純的 不是只有純粹Course Course的角色而已 對啊 嗯 然後有觀眾在問說 Bonnie開台的契機是什麼 契機嗎 對啊 你是什麼原因開台 其實當初 當初其實沒有想很多耶 就是朋友找一找 一群好朋友想說 一起弄個 就是實況工作室那樣 一起出來做實況 嗯哼 但結果最後在做實況呢 變成只有我一個 因為 其實我算是裡面就是 最有興趣的吧 然後 我是真的有去做 就有出影片啊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是 我明明不是 就是他們會分團長啊 團員什麼的 然後我其實就是 就是裡面的一個小小的團員 然後可是我做的就是 就是團長的兩倍的那樣的工作量 你知道嗎 嗯哼 就 就是宣傳啊 幫他們宣傳 幫他們就是 就是都一個人在弄 不過最後我是決定說 既然都有一個人在弄 那我乾脆就自己出來弄好了 因為他們 最後也是沒有 動力去做 那我就想說 那我自己出來做還比較輕鬆 嗯 這個 接觸到合作 會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啊 這個 因為 你很有動力 可是別人有動力 可是有想法沒動力 還是沒有呢 其實這個是老問題啦齁 其實 不是只有 這件齁 其實你有 如果有跟很多人合作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人是有想法的 可是因為工作太忙了 對 就純粹有想法欸 那做的人 嗯 就是有 有在犧牲他的時間去做 實體出來的人 又非常的少 那那些有想法的人 最後當然就是不了了之之類的 不是他們的錯啦 因為 這是 有關於環境的問題啊 然後還有 加上說 你工作的性質 有些人是真的 不是很常待在電腦前面的話 其實 他們在做這種 工作的時候是 有難度的 嗯 不過就是 還是要有興趣啊 不然你怎麼做的話 你都會覺得 很痛苦 對啊 像是其實 進入實況之後 還知道就是 影片還要自己學 就是後製什麼的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興趣 你這樣後製到最後 你會覺得很煩 嗯 知道啊 可是有很多實況 就是有 有在看實況的一些朋友 他們會覺得說 影片就 上傳一些紀錄檔 之類的 可是 上傳紀錄檔是最悶的一件事 然後 對啊 因為大家會從頭看到尾 然後沒什麼變化 不可能 會有人說 就從頭看到尾的啦 嗯 那當然是除了 除了那些 很知名的實況主之外 那 雖然說是知名實況主 不過他們以前那種 影片 你們可能有很多人都沒有看過 那他們是不是真的 造奇 對啊 他們也不是說純粹只是丟紀錄檔 他們還會剪精華 那那些精華 你還要篩選過一些好笑的東西 剪出來 給大家看 像是 像是我現在的方式是說 我之後有 我現在有在做 就是開直播嘛 那我開直播 我就會把紀錄檔下載下來 然後剪成精華 真的 對啊 這個是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是最ok的 因為 該怎麼講 因為我是覺得說 因為觀眾 也不是說 會花很多時間去看你的實況 因為實況 要開就是 一兩個小時嘛 那 你一定要剪精華 的用意是 人家可以在 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大概知道 你開台的內容 或是說 這個實況主的個性 或是說 風格是什麼 就可以在五分鐘十分鐘之內 就知道你的實況台的風格 然後人家才比較快認識你 所以 我是蠻推薦說 你們要接觸實況的時候 就先摸一下剪輯軟體吧 嗯 因為像 像我的話 我是覺得 我是如果以觀眾的角度的話 我 我看不下去就是 超過二十分鐘以上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太長了 就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喔你是二十分鐘 你知道我幾分鐘嗎 十幾分鐘嗎 不是不是 我三分鐘我就 我受不了了 三分鐘看不下去 對我大概就是看三分到五分鐘 嗯 這最多就是看五分鐘啊 那 嗯 因為 因為我 我會抓這個 這個時間其實大部分 有很多影片都是五分鐘而已 嗯 對啊 其實超過十分鐘的片子比較少 在YouTube上 所以我都是鎖定一些比較短的 或是說 那除非真的很有名 那些十分鐘的我才會看 那如果 大部分 我沒有看過的話 我都是挑 五分鐘左右的 呃 精華 精華片 去看這樣 嗯 可是 像大概五分鐘這種 這麼短的話 可能就只是 真的是一小段的 小精華 但如果真的要 就是我們直播 當然一兩個小時那樣 我覺得 剪到剩下二十或十五分鐘 就很了不起了 呃 有時候是要看你的功力啦 就是你要剪 你要去挑最好笑的出來 那 有很多東西你是可以跳過的 所以 那個剪一剪其實兩個小時 最後你也可以 即到十分鐘以內 這個不是很困難 那除非是你真的 全場都很好笑的話 你就是 po 記錄檔 不過那個很少啦 那個非常的少 像之前我們JKB有開一個就是 衛生室之夜 然後那一集其實我有參與就是剪輯 然後是因為那一集真的是我覺得 從頭到尾都很好笑 就很多地方其實都很想留下來 可是又是為了要剪時間把它刪掉 其實也會覺得很可惜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 剪精華是有多麼折騰喔 對啊 就算想留他也不能留那種感覺 就是因為就真的是時間要是太長的話 其實大家也看不下 其實就好像是說 你之前有看過魔戒嗎 這部電影 沒有欸 我很少追歐美的電影 因為我剛才講的那個魔戒這部電影啊 他的本片大概 兩到三個 我覺得好像是兩個半小時吧 就是他在上映的本片 然後如果你有買他的藍光 就是他的全片的話 他片 總片長是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一倍喔 你知道光是電影 你要拍四個小時 你就知道他拍多少鏡頭 然後這樣說他那些都是要錢的 那他剪的那個都是錢 所以你要知道他們是 就是 這真的必不得已他們才會剪 嗯 對啊 光是電影就是這樣子 而且電影那真的是很龐大 其實現在工作室的剪片 其實老平那邊就有考慮說 想要請個就是剪片的 或者是我們外包去幫我們剪一些 節目上的影片 嗯 對啊 因為還是要有一些經驗的人去做比較好 對啊就是還是要給專業的就是 做可能會比我們這些業餘的來的好 那品質上的問題 嗯 沒錯啊 不過那個就是 付錢嘛 因為別人有那個技能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付錢請他做 然後 可是我覺得其實這根本還是要自己去弄弄看 當然啊當然啊 不過 嗯 現實面的考量啊 也不是說很多事情就是 會等到你OK了 對啊 當然是邊做邊學 那如果現階段沒有辦法的話 當然就是先請一些職業的 然後 去 跟你們實況 工作室 然後去合作 然後去磨合 然後你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學一下 就別人做出來的品質是什麼 就你要多看啊 也不是說你今天學就純粹是摸軟體而已 像 我之前跟老皮有聊一些東西 就是 他為什麼開台 然後可以聊那麼多的東西 是因為在開台以外的時間 他 有看很多片子 然後 找很多資料 好 就他 開台 才有內容 分享給觀眾嘛 那如果你今天純粹就是開台剪片的話 那 那 還不如不要開 就不如不要開台 然後專心剪片還比較好 對啊 要是開台剪片的話 其實我覺得會有點枯燥發味 嗯 對啊 因為你知道那個純技術像的啊 他本來就不適合 就是 開台欸 而且你 其實我在畫畫的時候也是 我 我本來想說要開畫畫的台 可是 我是那種 只要一畫畫就會變得很專心 我沒有辦法還要邊聊天就是邊畫畫 我 我一開始也沒辦法啊 就是慢慢 之後還慢慢 慢慢 拆 對啊 因為我那時候 剛開台的時候我是抓三個小時 然後我就發現說 第一個 第一個 太長了 有很多官 就是有很多 來賓 他們沒有辦法待到三個小時 然後 我就慢慢撿慢慢撿 然後最後我 我 如果圖的 呃 方式有點變 變得沒有上色 就是會畫黑白的話 我是可以 說到一個小時左右 就是開 開台畫圖這樣 都是要慢慢學的啦 對啊 最後的 我們最後聊天的總場其實是看 就是那種畫的完 最後完成的時間嘛 對啊對啊 反正我就畫完 其實時間就差不多了這樣 嗯 不過可以小聊一些啦 對啊 嗯 這樣就很輕鬆啊 也不會說 就真的很枯燥的在看人家畫畫 還會就是 找到一定聊天 對啊 要不然就是變得是 像我以前就是 你知道我以前畫圖 都畫很久啊 就是一整天在畫那一種 可能是 早上起來就畫圖 是工作嗎 嗯 有時候是工作 有時候是自己畫爽的 哦 對啊 其實不一定啦 那 我 我曾經就是 連畫兩天 然後畫到肚子 才發現說我沒有吃飯這樣 然後那 那張圖是 馬上就畫完了齁 就 可能兩天就畫完了 可是你們會覺得很快 那 我的兩天是24小時這樣 中間沒有睡覺啊 就這樣一直畫這樣 嗯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非常的 如果是以外人來說啊齁 那個 其實非常的無聊 那 可是我在畫的過程中 我是不覺得啦 我是覺得時間過很快 對 像我們喜歡畫畫的人 其實一畫畫下去 就時間真的變過很快 而且有時候 如果特別要趕什麼東西的話 就會覺得時間怎麼過這麼快 一下子 明明就是決定說 今天要畫完一張畫 可是畫 可能畫到 就是三分之二的時候 就說時間怎麼過這麼快 來不及 就有時候可以抓一下 就是你如果畫 畫出一些經驗的時候 你大概可以抓一下 你這張圖 還有多久可以畫完 所以你雙時除了工作 工作以外 自己也會 就是花很多時間去練畫機 其實我沒有特別去練欸 因為我覺得說 我在怎麼練 我都比不過那些專業的 呃 畫插圖的人 對吧 因為 因為 以畫插畫來說 它其實跟 實況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呃 你要 你要 在私底下的時間去累積 不是說 開台 才有辦法累積這樣 所以你有很多 時間 都是 在 別人看不到的情況下 去練的 那 有些人為什麼畫得很好 你可能 會覺得說 可能是天分吧 嗯 搞不好 在 搞不好是 他在睡覺的時候 他 搞不好是 他幾乎沒有睡覺的時間 或是說你在睡覺的時候 他在畫圖 所以你們 你們會覺得說 他進步的很快 或是說 他怎麼可以畫得這麼好 對啊 等一下其實當初在 學畫畫這塊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 上 不是上課的時候畫 就是下課的時候也在畫 就是一直畫瘋狂 嗯 就真的太喜歡畫畫 我覺得就是 看興趣吧 如果你有興趣畫圖的話 你會覺得畫圖會 還蠻開心的齁 嗯 對啊 那當然就是 就是 你在畫的過程中 你一定會去找其他人的圖 對不對 就是 我剛開始學畫畫的時候 就是模 就是反畫 我是畫那個庫洛魔法師 哦 我知道 那時候很有名 因為我有一組 他的卡牌 然後他上面就有很多的畫 我就會 就是把他放在旁邊 然後 試著自己畫畫看 這樣子 嗯 有很多人畫圖就是這樣 起來的啊 對啊 其實這樣子我覺得其實是 就是學最快的 因為 就是把人家的精華 就是再畫過一次 然後手練之後 你也可以就是畫出自己的樣子 嗯 這是一個方式啊 就是你在模仿 模仿的過程中 你可以學到一些 別人的技巧 那 當然如果用的好的話 這個是一個方式 那用的不好的話 嗯 就有點變成像是抄襲之類的 就是有很多人會說 嗯 你這張圖就是 模仿 那因為定義不一樣嘛 那我的定義是 模仿的話 呃 它有分是 直接描 或是 放在旁邊 零模 或者是 我覺得直接描的效益比較不大 可是有 有些人就覺得說直接描 是所謂的練習啦 也是有啦 也是練習的一環啊 對啊對啊 那 我 我的 我所謂的模仿 它有 有三種 第一個就是 剛才講的 用秒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零模 就是把圖放在旁邊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 把那張圖 看過 然後 把它記起來 然後再畫 這個真的比較高階的對不對 這個真的比較難 它那個比較難沒有錯 不過它這個是 比較 有用的方式 就是練習方式 這像是同人的概念嗎 就是 就是你如果很喜歡這個角色 你會一直去畫那個角色 就是你可能看過它一次 你之後就會一直 就是 印象中那個角色去把它畫出來 它這個就 有點像是說 你就把它的 就對你來說 印象中最深刻的地方 你記起來之後 你就是 會消化過 然後再 用你的手去畫出來的感覺啊 所以那個變得 變得有點 不像是 一般的零模 它有點像是真的是 練習 因為你圖 越看越多了之後啊 你的 痾 你的資訊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你畫的圖 可能會 摻雜到一些其他人的風格 可是又沒有很像 對啊 因為 因為在模仿的過程中 最 擔心的就是 你在模仿之後啊 你會很像某一些人的風格 那變得沒有自己的風格出來 噢 像其實我當初畫畫的時候 其實是 由我一個朋友 他是非常有 他是真的是有天分 然後 可是他也有自己就是練習 就是情畫畫的那種 然後他是教我畫畫的一個人 但現在 我們本來有一段時期的畫風 就是非常的相似 不過是後來沒有在一起之後 就是才慢慢的有出自己的特色 這些都是 我是覺得說 練習到最後 那一定都要面臨的問題啦 因為你一開始是用 模仿的方式去畫嘛 那 因為別人都有自己的風格 那你 你當然就是會隨 會跟著他的風格去學 那像 我們畫圖 以前最常聽到的就是 樹苗 因為 你有練過嗎 就是畫幾乎樹苗這一塊 像那個 我之前高中是廣色 所以其實 樹苗隨才那些之前都是在 就有一直在練 嗯嗯嗯嗯 他那個就是所謂的基礎啊 就是非常的基礎那種 因為他 沒有任何特色齁 樹苗就是沒有特色的特色齁 就是 對 就是魔 對啊就是 就是你要把他畫的跟照片 很類似的那種方式 那他第一個就是 他要花時間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是最客觀的 因為眼睛看到就是這樣子 那你也不可能加自己的風格 對啊 然後他 那他那個練習 其實有一部分也是 練你的 透視 還有 對光影的變化 樹苗 欸樹苗主要是光影 對 樹苗是光影 不過樹苗他 他 可以帶到那個 射線 實況牌好像斷了 啊我知道 先稍等 沒有關係我們這邊可以繼續 因為 等一下會 淋回來 我這邊打一下 因為 我這邊開實況有時候都會不穩 馬上就回來了啊沒有關係 那剛才講 那個樹苗的東西 因為樹苗其實就是 練 光影變化嘛 嗯 所以你就知道說 所謂的基礎是 根本就還沒有 碰到 左色 好 像我當初 透視的話 我反而是在 漫畫課去選的 就是 一點透視 兩點透視那種 嗯嗯嗯嗯 對啊 透視也是非常的 我覺得透視真的好難 該怎麼講呢 因為透視這個東西 其實 呃 不是說你 你 你用練的 就畫 就可以練 因為你透視你是平常 他需要靠感覺吧 呃 那個真的是要看經驗 然後變成說 你不是畫圖的時候 你也在觀察的時候 那個也是 一種練習 嗯 像譬如說你今天拍照 那你要抓一些構圖啊 什麼構圖會好看 那你就會有一些sense 就 會慢慢的學啊 因為一開始的 所謂的攝影啊 呃 為什麼構圖會讓你覺得 會讓人家印象深刻 有可能是他的 透視的點 或者是說 呃 他抓的題材 就是 非一般 攝影師拍得出來的作品 嗯 他那個是變得 所以那個點比較不一樣 有一些人是利用透視的 觀念讓他的作品變得 很特別 嗯 然後有一些人是利用那個 呃 相機的 一些 那個叫什麼 光圈 是不是有點像就是 人家拍那種由上往下 或由下往上那種 比較特別的視角 他那個就有點像是 魚眼鏡頭的應用啊 他那個其實也是一種透視 不過變成是說 我們 不是人類的眼睛去看的那類透視 所以他會變得很誇張 那個就是一種風格 那當然就是畫圖其實也很類似 因為畫圖 不是只有畫你眼睛看到的東西 欸像有很多 你們剛才講的漫畫嗎 有很多漫畫家其實他們是 就是不太有透視關聯的 因為他們就是畫習慣了 就是說 呃 他們以前有學過 他們大概知道 那他們 在畫到最後 他們也不會特別去 抓那個透視 反正他就畫 畫習慣了 他就照著這樣畫 嗯 他有一些透視是 就已經自然的畫出透視是那樣嗎 嗯 我是覺得透視就有點像是經驗吧 因為我之前有看 一篇漫畫 就是 是一個很老的漫畫家 非常的 也不算老 他就是很 很有經驗的漫畫家 他以前的作品跟現在的作品 看起來你會發現他的 透視不一樣 那他畫到後面是有張力 是很有張力的那一種 透視不一樣 對啊 那我講的那個漫畫家是所謂 他叫做附堅齁 我相信大家很 大概聽過 你們去看歐悠悠白書 跟看他的 獵人 看他的獵人的 以王篇也好啦 或是說獵人的開頭 你會發現他的 構圖是跟 前後完全不一樣的 嗯 他以前的構圖是比較平的那一種 那他後面 他就是 會讓那個漫畫 他是利用漫畫的方式 讓圖變得 很誇張之類的 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說漫畫畫到最後 如果我今天 開始畫一部漫畫 我就是自己一直畫下去 像有些漫畫家 不是從第一集出到可能五十幾集 然後會發現他的分鏡啊 什麼都會進步很多 對啊那就是一直在練嘛 嗯 那當然也是有漫畫家就是 三十年如一日的啦 就是從第一集到最後一集 風格一模一樣的也是有 喔那個更誇張 也是有嗎 有有有 而且很有名喔 日本超有名的 是刻意的嗎 我是覺得說是刻意的 因為通常不會有人說 畫了這麼多年 然後畫風都一模一樣的 可能是某種堅持吧 嗯 不過這比較特別啦 我是覺得說透視 嗯 你們在畫漫畫的時候是 最要求的 或是說你可以畫簡單的 或是沒有透視的漫畫也OK 這有有有很多 圖文創作者在創作的一些 簡單的四格嗎 他們有沒有包含很 誇張的透視 因為不需要 對啊 就是很簡單的小品 對啊對啊 因為不需要 因為有時候你這些透視你要看地方啦 就是 如果是真的要畫那種漫畫 就是很 讓別人留下印象的漫畫 那真的有些時候是需要透視 但現在已經不是要求精美 現在都是要求要有特色 對啊對啊 沒錯啊 那像是看那種人二什麼的 他們 他們就是畫的很 就是有自己的風格 很特色 而且一看就能記得 嗯 這個就是 回到我剛才講的為什麼我 不會磨畫技的原因 因為 對啊因為 我最後也畫不過那些就是 插畫家嘛 對啊對啊 你知道那些真的有 有 因為我之前有問過一些 真的有在接案 而且是真的有名 很有名的那種插畫家 他們是把 呃 他的畫圖的興趣當作一種賭注啊 嗯 他就是真的要畫 因為 他這是職業 他把他當作職業在看 那 他畫的圖就是 第一個 他那張圖可能不是畫個一兩天而已 他可能要畫一個月 或者是說 呃 他的圖的品質 或是說 他的背景 之類的 就是他們是這樣一直一直在練的 所以 我是不太可能 跟他們一樣 嗯 因為那個花太多時間 然後再這樣說 要畫出自我 畫出風采 唉 你這畫圖變得很複雜了啦 因為你畫這麼細 說真的 不是每個人辦得到啦 第一個就是你的耐心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是不是 有那個時間去細刻 因為你如果 一整天就待在家裡 刻一個作品 如果那個沒有 算錢的話 那個很誇張 那除非就是你本身就有工作 你才有辦法這樣做 好 像我現在也是覺得說 就是 要畫出 就是別人一看就說 這是風裡畫的 這一看就是雙死畫的那種感覺 嗯 其實 不難啦 並不難 真的 因為 主要是不想跟別人重疊到 對啊 因為你只要畫一些 花一些時間 你的畫風會 慢慢的變嘛 嗯 那 如果你的練習方式 是用我剛才講的 是 用消化的方式去練的話 你的風格就會慢慢的 越來 越 嘖 有特色 也 也不是說你的特色是 呃 莫名其妙跑出來 變成是 你在畫圖的時候 呃 會 越畫越習慣 然後那個 那個技巧就很熟了嘛 嗯 所以 像譬如說眼睛的畫法 或是 臉的畫法 之類的 你可能一開始會 很不拿手 你會去翻資料 可是畫到最後 你會有一套自己的方式去畫 對啊 嗯 那個時候就慢慢的有辨識度 這樣 對啊 像我當初 其實我有考慮過 就自己的風格走向 其實那時候我有這樣想 嗯 就是自己到底該怎麼去 走出自己的風格 但最後我是 去看了很多 很多的畫家 然後 在綜合 就是 找很多方法綜合出自己想要的感覺 嗯嗯嗯嗯嗯 這也是方式啊 這一種方式 嗯 就好像是 開台也是啊 你不可能就是 純粹就開自己的台吧 你一定也會去追實況主 一定會去參考啊 對啊 像是 有一些你很喜歡的實況主 你就會 你就會發現說 他們為什麼 會讓你想要追 一定會有理由的嘛 可能是 講話很好笑 或是說 就 還是很好笑 因為我大部分看的實況主 都是很好笑的那種 對啊 但也是有例外的啦 聲音很好聽啊 或是說 呃 講話很可愛啊 或是說 一直被賣掉了啊 那個也是一種風格 被賣掉是怎樣 雀草也是一直被賣啊 哦 很瘦那樣 對啊對啊 那是他的風格啊 所以有些風格 不是自己 塑造出來 是別人賦予的 嗯 所以這個都是 很 深的學問喔 不是說你要 你要哄間就哄 都還要看 你有沒有那個機會 就實機嘛 對啊 實機又掌握到啊 就 紅會很快 真的 嗯 那我是不曉得 老皮為什麼會紅這麼快啦 哈哈 有啊 老皮也是實機出來的啊 我覺得是因為他本身就很幽默 就 可是我那時候在學校 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不覺得他非常的幽默啊 可能是 個性有變吧 訓練 嗯可能是訓練出來的 可能是有就是 參考啊 又或者是自己去感應 有可能吧 這個這個 你就要自己去問老皮了 哈哈 嗯 對啊 因為我對他印象 不是在實況主 的時候 留下來的 是在念書的時候 留下來的 嗯 所以 所以老皮在學校 其實是一個 不太愛講話的人嗎 欸 會講啊 可是沒有那麼瘋啊 喔 沒有那麼 對啊 對啊 小燕說他當初認識老皮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那麼瘋 是後 後面越來越誇張 那樣 被汙染了啊 你就知道實況有多危險 大家不要來看實況了啊 趕快回火星啊 只有多危險 開到一個好好的人變成這樣 我多替他難過啊 嗯 不過這也是他的風格吧 因為風格是慢慢 把他的方式慢慢培養的啦 嗯 而且 其實還蠻 就是 就是 受廣大的 接受 對啊 老皮是個例子啦 不過 邦尼你 為什麼會有 呃 這個機會 來到工作室呢 就是 你之前是用什麼 方式 其實 當初其實 是 學出好像 學出先認識一位 叫做娜娜 就是 是一個馬來西亞的實況 實況主 然後 後來 就是他把娜娜 介紹給我 然後我當初本來是想說 想要 就是來老皮這邊當畫 就是畫畫 嗯 所以才認識老皮 喔 之後就跟著雪兔一起過來工作室 就認識大家 是最近的事嗎 也不算久 當初好像是 前幾個月而已吧 前幾個月喔 喔 還蠻 還蠻 還蠻最近的 對啊 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 只有認識老皮而已啦 因為 我剛開實況的時候 就真的是 全新的一張白紙啦 然後就 就 我完全沒想到說 所以上次開了多久啊 我去年八月開的 第一個來賓就是老皮 喔 對啊 而且還是用他實況台開 你就知道我多菜 我那時候連開台都不會 還要他教我 本來老皮人很熱心 對啊 不過他現在是沒有那個時間啦 因為他 要經營工作室嘛 嗯 不過我是覺得說 你們可以在他身邊學啦 就是在身邊 學習他 怎麼 去 經營自己 對啊我覺得 老皮有時候想法 會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嗯 這是 這 這算優點嗎 我覺得算是優點啦 因為 他可以想到我們沒有想到的事情 假如說像 像節目的一些意見 其實他有時候提出來的 嗯 我們會覺得說 就是很不一樣 嗯 如果我在工作的話 老闆是這種人 我會很頭痛 會嗎 會啊 因為他不會關心 他不會去想到後果 就直接一直丟意見出來 或是多丟他的想法 或是多丟他的想法 即使是 很特別的想法 可是執行面是有問題的 那 可是他的地位是老闆 我們又沒辦法 去反駁他什麼 就只能做 其實是 老闆那邊是會提出有幫助的建議 嗯 對 我不是只是老闆啦 我是說我如果是在工作的話 如果有這種老闆的話 確實會有點頭痛 對對對 如果他提出來都是那種天馬行空 就很難去執行 對啊 第一個就是執行 那要怎麼執行 就是經費嘛 對啊 對啊 有錢一切好說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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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老闆有他的方式啦 我是覺得說 你們可以在他身邊好好的學 對啊 目前我覺得他提出來的 就是建議都是 能去 真的能去努力做到 然後並且有幫助的建議 嗯 所以你們還蠻幸運的 可以認識到老闆的齁 對啊 我也蠻幸運的齁 跟他念同一間大學 呵呵 要說幸運嗎 嘖 是蠻幸運的齁 不過 呃 當然不是只有老闆啦 因為我那一間學弟是 很多人還蠻有趣的 就是老闆他同學 就 不是只有老闆而已啦 所以我是有看到有很多 學弟是真的 呃 他們沒開實況 不代表說他們沒有才華 可是他們 原來現在學徒裡有一個學弟 就是感覺就是 開實況會有那種 很風趣的事情出來 嗯 我覺得這 就是要看經驗了吧 嗯 因為 欸 一直是講老皮也怪怪的 所以幫 幫你你 因為你之前是 廣 社科嘛 嗯 你是純粹因為畫圖 才進去的嗎 還是說有其他原因 嗯 嗯 就真的純粹只是為了說 因為我的 就是 希望不能當一個漫畫家 我當時是這麼想 我的夢想會改變 其實是因為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漫畫老師 他是說現在這個漫畫家 這行業 就已經 就是 你看現在就是人家APV用手機滑嘛 嗯 那如果真的去當一個漫畫家 如果你想要就是 出漫畫極速 可能會變成說 而且一開始出去也不扭名 那可能就是 也會被APV吃掉 就 大概是那個意思 就是你如果現在當漫畫家 會比以前更困難 嗯 其實以台灣來說 沒有好的 時間 因為台灣的環境就是 跟日本沒辦法比 不管什麼時候畫漫畫 你都很吃虧 這是我的感覺 對 沒有所謂的 就是因為老師已經在行業裡面 才會給我這樣的意見 對啊 因為 以台灣來說你要跟國外談漫畫 第一個就是 呃 台灣的 消費層 沒有這麼成熟到 可以讓你靠漫畫 養活自己 對 那 當然是有 不過那是非常的少數 那 呃 我當然也是有看過一些 漫畫的前輩啦 其實他們 也是 經營非常的久 可是他們的名氣 永遠比不過實況主 喔 他們很厲害的那一種 可是他們也比不過 就是實況主開 實況台 嘴炮 來得有名 所以你就知道說 呃 漫畫你在怎麼紅 就是 有它的 極限 以台灣來說 對 那 真的 有非常紅的 大部分也不是台灣人 對啊 通常都是在日本啊 像是你看那個 海賊王那些 對啊 那個畢竟是以那個 國際的TOP級去比啦 其實當然 有些台灣人是 他們有打進日本市場 也是有啦 那個非常的不簡單 不過那個 打進日本市場我覺得 就很不容易 對啊 很不容易啊 真的啊 可是你要知道 打進去 也不算是一件好事啊 因為你就馬上就 會被 有更強大的競爭對手 是嗎 對啊對啊 然後 你受到的抨擊 就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你要知道那個 日本人是更 呃更現實 好看就看 然後不看就 就斷 就腰斬這樣 就完全是看那個 呃 有沒有人看 而且那是要有一定的量 才決定你 能不能畫下去 這樣 這樣 像是爆漫王 就是真的像是 爆漫王那樣子嗎 還是比爆漫王更殘忍 嗯 我是覺得 跟爆漫王很像啦 不過 我 我是不太了解 是不是這樣 不過 是真的有一些耳文 是這樣講的 嗯 嗯 對啊 是還蠻寫實的一部作品 那當然就是 從這裡是日本啦 那台灣是不同的環境 所以這個是 沒有辦法比較的 嗯 因為當初真的就是很希望自己未來是個漫畫家 只是 考慮到現實層面的問題的時候就覺得說 這條路就很不好走 因為現在的漫畫 嘖 嗯 一直聊漫畫好嗎 沒有關係 跟我先講那個漫畫的東西 你知道那個APP漫畫嗎 它在推也是因為那個 呃 漫畫這條 這個行業啊 其實在台灣其實有點走不下去 因為它 不太有人去看實體書 嗯 就公是這一點 對啊 因為已經轉向APP了 對啊 所以人家都會推APP漫畫嘛 那APP漫畫 它的格式就跟漫畫是完全不一樣了 它就很長一條 嗯 嗯 那那個是都有 規則的啦 那因為我之前是有 有看過它的規則 那它其實 規則 規則 就是它畫那些 條漫的規則 嗯 它那個其實也沒有說很輕鬆 而且 它要上色 大部分是要上色啦 因為是電子的東西 那之後它有 上色的話就 我感覺就是時間會變得更長 就是會自的時間 對啊沒錯啊 上色就是花時間 所以我 我開台我都不上色了 我就直接畫黑白 是有原因的 那通常線稿的話 大概一兩個小時就很晃 不過 就是在上色 可能會花了很久的時間 真的啊真的啊 這是 我是覺得 都是學問啊 嗯 但如果是畫那種 一層兩層的上色的話 其實就還好 就底色 然後加上陰影 嗯 沒錯啊 我是覺得 就看你們的 需求吧 像我剛才講的附堅啊 像我剛才講的附堅啊 有些人是很不喜歡 他畫草圖 焦稿的 那有些人覺得說 那是他的 特色 特色 可能比較少人會覺得 那是特色啦 因為日本漫畫就是 習慣就是畫得很精緻的那一種 那附堅是例外 那因為他也是要找一些平衡點 他不是畫 他不是畫 他不是畫不出來 他是 考慮到說 他沒有那個時間 去畫金稿 因為 因為他畫圖 幾乎沒有請助手 他就自己畫 他是自己畫 對啊 那 你知道那畫漫畫 如果都自己來的話 那個 壓力有多大 那個不是說 給你時間漫漫畫 因為日本都是 有連載的話 會推稿 他是有規則啦 就是 他如果連載的話 就很像爆漫網友講 就是一個 禮拜 出 十八張 十八張 完稿 不是草圖 是完稿 是整個要網點啊 什麼的 對對對 所以你如果有畫過漫畫的 你就知道 那 一個禮拜十八張 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嗯 不過他們就是 一定要要求就是要畫完 是這樣 因為他那個 有牽涉到觀眾的 呃 收視習慣啊 因為他們就是 習慣就是追周刊嘛 那你如果要連載的話 你就是要 要有東西載啊 如果你有連載 然後又說修刊的話 那別人就不看了 那你馬上就要載 那是很現實 但是 但日本沒有APP 這樣子的問題嗎 日本也是有APP漫畫啦 不過他們也是 但是 有 該怎麼講 完全跟台灣不同環境啊 因為 台灣是不太看實體漫畫 可是日本還是有在看 所以他的衝擊沒有這麼大 嗯 那台灣的話 真的是說 他們就不願意花錢去買實體 對啊 就是收視習慣嘛 台灣人收視習慣很差是這樣 就是想要看網路上面的免費嘛 然後連帶影響到產業 那日本的話其實 該怎麼講 他們不會 他們幾乎 不會看網路上的免費漫畫啊 你如果來到日本的話 對啊日本人 你如果來到漫畫 日本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們的二手書點 其實也是跟免費的漫畫很像 因為他就是 嗯 你就可以看到爽啊 就是不能做而已啦 或是說你可以去 我覺得漫畫實體書就是一個收藏 就是 我之前有很喜歡一個漫畫家 就是 我會把 金光我看過 所以我會想要收集他每一集的漫畫 喔 所以你 你現在有 特別喜歡的漫畫家嗎 就不管是日東還是台灣 我喜歡那個 我喜歡那個 最副公介 最副 我剛剛聽過 他是畫什麼的 他之前有畫 我找一下喔 嗯 他好像叫 戀愛什麼線的 我找給你 戀愛不射線嗎 不是 不是那個 就是老皮 喔 不是齁 想到我有點 對 因為日本的漫畫太多了 我完全不知道說 有哪幾部 而且其實 我發現日本 多可是紅的也很多欸 那 就是 他們的環境嗎 嗯 他有兩部 然後兩部我都很喜歡 就是 看一下 他有 他有野獸主人 跟愛情結合起 其實 之後都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 就是畫得非常的有趣 好笑 而且又 有深度 哇 我之後我要去翻一下 而且他不是 就是那種 會讓人覺得很煩的戀愛故事 我最討厭看的是那種 兩個人戀愛 戀愛已經拖很久了 然後還要出來個小三 然後之後再分手 再複合 超煩 鄉土劇阿 對啊超討厭的 看不下去 可是台灣的鄉土劇也是靠這個 呃 走到現在 就是 我覺得那都是給就是年紀大的長輩 追劇看那種 就八點檔那一種 嘖 嗯 也該怎麼講 我是覺得說 雖然你們會覺得那個是很理所當然啦 可是那個對我來說是 嚴重衝擊到我們台灣的 設計啦齁 沒有設計可言 說真的 你說那個八點檔劇情嗎 光是那個編劇 你就知道那個弱 爆了你知道嗎 對啊 而且儘管這重複性很高很少人看 但他們還是會做 因為他們就習慣動作 就每天開電視去看嘛 可是他們沒有料到 他們其實根本不會去思考說 他這個動作已經 已經是讓 那個電視台 有錢賺了 所以他們會繼續 用這個方式做 因為他們覺得說 呃 就一樣的東西 既然會賺錢 那他幹嘛創新 所以他就這樣做下去 其實 這個就跟實況很像 觀眾很現實 那 你如果開台都是 一成不變的話 你可能 你運氣好可能 人氣就是一直維持在那邊 運氣不好就是會跌 而且跌很快 可能就是 一直都不做改變的話 應該會跌吧 可是以台灣人來說 不一定啦齁 因為就我觀察的是 有很多人就看習慣了嘛 那他們就習慣去他們台去看 對啊 那 當然 旧觀眾可能不會流失 可是新觀眾可能留不住 對啊 就有這個問題 嗯 我還是覺得多少就是到了一定的時候 就是還是要做一些變化 一定要變的啦 不然很難留住那個流量 一定要變啦 因為 我是覺得台灣就 這塊還是我做很多啦 那你如果有來日本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說他有很多新的東西 其實當初聽到說是學長的去就是日本 就是留學畫畫 我都覺得很厲害 其實我沒有到留學畫畫啦 這是那裡工作還是接案 不是不是不是 我 純粹念日文而已 我沒有到 在這邊工作 因為我還沒有辦法說 就是 像日本 這麼 像日本一樣這樣溝通啦 是沒有辦法 嗯 所以現在是還在學習的階段 在純粹念日文而已 那之後就是再歸花吧 就再過來之類的 反正我會先回台灣一趟啊 嗯 雙十四說什麼時候要回台灣啊 我 預計是今年底啊 今年底 對啊 今年底 然後 應該就 有時候會跑工作室吧 因為 我會 想要在 台北 找工作這樣 OK 那當然就是 不一定啦 因為計畫都會變 那目前的計畫是這樣 反正 我這邊就是先念到一個階段之後 就先回台灣一陣子這樣 那 之後再看情況是 要來日本工作什麼的 反正就 不一定 嗯 不過我現在是不覺得說 我有辦法在日本工作啦 是已經見識過那個環境 我在台灣就見識過了 笑 笑 就非常的克難 也 嗯 該怎麼講 日本看東西的觀點 跟台灣人就是不一樣 然後 嗯 因為我之前工作 我之前說 東京佐伊嘛 其實它是標準的台商 喔 雖然是有掛東京 可是那是商業考量啦 然後 對啊 那商業考量它是取名東京 你們不要被他騙喔 他不是 他不是日本的 他是台灣的品牌喔 包括那個 名字也很好笑啊 他 有 有在推中國市場的時候 他還有計畫改成 北京佐伊之類的喔 北京佐伊 對啊 因為東京太敏感了 那 剛才講的那個 是一個台商 那我之前還有在日商工作過 就一樣都是設計相關的 那裡面的人就是 看事情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樣 比如說 今天這個做 這個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是有點像是商品設計了 那商品它 就是現實面 你要怎麼生產 那 你的圖不是單純就畫爽的 那你要考慮到那個 呃 成本 或是說 呃 廠商要什麼 你 或是說 有些圖啊 它有使用的規則 你又不能亂用 日本是很講調這一塊的 就是它有一套 不能亂用是指 譬如說那個肖像啊 你知道那個海賊王 它裡面的角色啊 都有一些規則 所以它 不是隨便亂用的 是怎麼樣的一個規則 可能說 它的 個性啊 如果是海賊王來說 它的個性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要畫他們的同仁本 我還要就是先去研究他們的個性之類的 才可以去畫 喔 那是公司裡面啦 如果畫同仁本是不限制 喔 公司裡面的話 如果是 那如果日本人去畫這個同仁本 那他就會去研究這些東西嗎 這是完全不同的話題啦 因為那個同仁的話是 同仁是不會 不會要求你說 遵照SOP 因為SOP都是公司內部的 或是說 有關授權的東西 他們才會去遵守這個規則 因為它要生產 然後 因為他們要經營品牌 他就一定要遵守這些規則 那個品牌才不會被 打掉 對啊 因為可能 可能講那個 海賊王比較抽象 講一個比較 比較你們 容易理解的就是 嗯 Hello Kitty 喔 你們一般看Hello Kitty 對啊你們一般看Hello Kitty 應該就是 白色 頭 沒有嘴巴的嘛對不對 嗯 那其實Hello Kitty它有兩種 你是要有嘴巴的版本嗎 不是不是 那幽嘴巴是絕對不能用的 呵呵呵 它有兩種版本 就是有一種是標準的 一種是經典的 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可是我 我在公司裡面 就已經練到說 一眼就看得出來 那是 它用的是標準版的 還是經典版的 甚至有一些是未經授權的 仿帽的圖 我一眼就看得出來 那個都有分 可能它的蝴蝶戟的角度 或是說 角度 對角度有分 蝴蝶戟的角度喔 還有它的眼睛的位置 還有它的 知識 跟它一些主題 那個都是要規範的 你如果亂用的話 那個就是 侵權 也不是侵權啦 如果是 合作廠商的話 那是 出損是一定不會過的啦 就是 你在重新設計這樣 嗯 對啊 其實就是 感覺就是比較要求 很要求啊 非常的要求 雖然說台灣就是 不是很要求 那它做的東西 當然就快嘛 因為它 嗯 比較不用說 在 確認這裡到的時候 花很多時間 所以比較快 可是它問題是出在後面 那日本是相反 它 一開始是會拖很久 可是它後面會比較順 是因為它有 思考到一些問題 然後它在事前 就已經解決了這樣 或是說一開始就避免 就事前就把它想完整之後 就能比較順利 對啊對啊 其實這個大家都知道 可是台商就是做不到啦 真的 因為你們 你們如果有在 如果本身有在開工作室 接觸到一些日本人 你會覺得它很機車很龜毛 可是這個 可是做出來的東西 真的有品質 嗯 甚至我 我有接觸過一些 台灣的廠商要去跟 呃 我之前的公司 因為是日商嘛 那它要跟日商 談case的時候啊 它有些技術是沒有辦法 呈現的 呃 譬如說印刷的時候 它偏 色偏了我們也不行 那個顏色一定要一個合理的範圍 不能偏太多 就是我們還要看大貨 就是 台灣人應該就是批很多卡拉算 沒關係 台灣就算了啦 就可能就OK啦 沒有辦法 下次改善吧 那我們就是 我們在批 就還沒到大貨那一關 就是 打樣的時候 我們就很要求了 甚至說 它那個 做出來的 商品啊 它 有一點瑕疵 就馬上要跟 廠商講 重新來過 就是你這個一定要修 如果 如果你不修 是不可能給你到大貨的 所以你就不可能生產 對啊 那 那個對來 對廠商來說 都是傷害 因為它要重新打版 那些都是錢 對啊 而且你不是說改一個部分而已 你可能改的時候 你一系列都要改 這可能你動了前一樣東西 然後在 在最之前的東西 又會變 就是又要更改 然後就會一系列 全部重新來過 它就是那個 你就是知道 進一個品牌 你就知道進一個品牌 是有多困難喔 我真的那時候是測試 就是見識到日本的 呃 龜毛的程度啦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要 適應日本的工作環境 是 還有一段時間 我不是說 沒有 雖然是有可能會適應 不過我現在是沒有那個機會 因為 我就 來日本 純粹就是念日文而已 我沒有想過來這邊 找工作這樣 目前覺得還不行 目前是 我是覺得還沒有到 我一定要在日本找工作的 動機啊 嗯 對啊 我在日本 純粹就是 想要念 學日文 然後 讓自己 有勇氣跟日本人聊天 這樣 其實這樣對我來說就夠了 那之後有什麼規劃的話 可能就是 來台灣 再好好思考一下 下一步要怎麼走這樣 嗯 所以也不是說 你今天來日本 就一定要 完成什麼事齁 有很多人是沒有辦法的 比如說 有些同學 他們來日本 就是一定要在日本找工作 可是沒有辦法 找不到嗎 找不到 嗯 正式員工找不到 那打工OK 可是打工 它有實現 因為 你頂多就 兩年嘛 嗯 對啊 那你如果要打工簽的話 你要找到工作 你才有辦法申請 那個才有辦法演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你純粹就打工而已 那時間到就回國 對 就是這樣子 那 所以也不是說你來日本 要找工作你就 就馬上找得到齁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對啊 我看雙石的圖 好像已經快完成了欸 對啊 我有看到那個 樣子 設定上OK嗎 還是 OK啊OK啊 我覺得很放鬆 其實我之後 有打算就是 就是 再認真的把自己的人 設在畫過一次 嗯 那 有關於人設這一塊 是你自己去設計的嗎 嗯 設 你的人設是自己設計的嗎 人設 對啊 對啊 那包括畫也是自己畫這樣 對啊 那 就因為自己本身就是會師 就 就自己來 哦 那你那時候 你在設計人設的時候 你有什麼主題 或是個性 有設計嗎 還是說純粹就是 依照感覺去畫的 嗯 那時候的想法是希望 就是比較俏皮 俏皮一點 然後是兔子 兔子喔 為什麼是兔子啊 是生肖的關係嗎 欸不是欸 所以因為 我本來出的號叫做兔子 然後之後 取名叫做邦尼 但其實邦尼好像也是 兔子的一種 對啊對啊 那個 邦尼 好像是一個 比較俗成 不好意思我英文不好 之前 之前有一個故事書也是叫做邦尼 裡面的兔子 哦 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邦尼我大概知道是兔子的 我 因為我印象中邦尼好像是一個兔子的角色 對啊 所以你也是那時候才確定就是 改名叫邦尼嗎 我是 決定要實況的時候想到這個英文 哦 嗯 因為我就在Google那邊打了很多英文字 然後翻譯看看 啊 那你是真的去用Google去找喔 真的啊 我就是用Google然後打邦尼 然後出現那個英文 我覺得這還不錯就 就取了 哦 那 這很有趣欸 那雪兔的名字也是從這邊來的嗎 雪兔的話 因為都有兔子 他是說 他是說他自己是別人叫雪兔 他就 他就當然就是叫雪兔 哦 因為我一開始 看到他名字的時候我以為他是女生 以為他是女生嗎 以為啦 我以為因為看 光看名字啊 對啊 嗯 但是其實後來發現還蠻多 只是有 又有充電名字的 也是有啊 這難免啊 這個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 那我們比較好奇的是 你跟雪兔認識是 實況的關係嗎 還是說 就一 一開始就認識了 我們當初是因為 一起去到一個就是 實況團體然後認識 然後之後是我主動去聯絡他 也是實況的關係認識的這樣 對啊 基本上是因為實況 所以認識很久了嗎 已經兩年多了 有一段時間了耶 對啊 所以你們計畫是 就一直在開始礦嗎 還是說 你們 就是把它當作一個興趣 嗯 當然 希望 不只是個興趣 呵呵呵 對啊 那就好好的學啦 看能 看能自己 努力到什麼程度 就好好的學啦 嗯 然後更何 更何況 又老皮 當作一個 借鏡 你們可以好好 好好的在他旁邊看 問題出在哪裡 學習到就是OK啦 對啊 是還可以啦 但主要是還是要自己努力 因為不希望 不希望自己的 喜歡自己的人 都是因為 就是因為誰才看你 老皮的關係 嗯 那如果 呃 真的有觀眾是因為 老皮的關係 然後認識到你們 你們也要把握這個機會啊 對啊 這也是一個管道 對啊 那之後要做什麼 讓 就是 吸收一些 新觀眾的一些 呃 計畫的話 就是你們之後 可以再慢慢的思考 這個 不是說 一開始就是 都OK了齁 就是慢慢的去想 然後 該怎麼講 因為 我是不希望說 你們就是 完全 有很多事情就是 要透過老皮啦 因為他 忙成這樣子 我也是覺得說 他根本沒有那個時間去 好好的帶你們 那 我們還是要自己 自己學著 要自己學啊 對啊 那像 像我的話 其實 我那時候 因為還是要聊到 那個學校 然後 因為我跟學 我跟老皮是同一個學校 所以我們 我們學的過程有點類似 因為那個 學校是 大學三年的 三年級的時候 會把我們 我們 丟出去 讓我們去實習 那實習的 呃 機會 可以自己找 或是說 學校這邊 你可以去 申請這樣 嗯 像學著現在就是在老皮這邊有申請 那個 企業實習 哦 對啊 就很像類似這種東西 就是企業實習這一塊 嗯 就是 可能是小公司 或者是工作室啊 就是你可以在裡面學東西 這樣 那 完全都是因為自己來齁 然後自己 然後那個 學校只是提供一個寶藏 就是希望學生不要被 一些 邪惡的企業給控制這樣 對啊 嗯 嗯 學校的用意是這邊啊 那 嗯 學校本身 它的 其實也是希望說 學生可以 直接接觸業界 哦 不要純粹 在學校學東西 那 當然就是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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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對象 就學生對的對象已經不是老師了 是 真的是 業界上的老闆 嗯 因為之後自己還是要自己去找工作 對啊 對啊 那當然就是 因為這個機會啊 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見識一下 老闆的 一些 算是 有些 有些 優點 也不算優點 有些特色 台灣老闆的特色 他會把員工當作兩個人用 然後 把一個人當兩個人用 對啊 這還蠻常見的 為了省錢嗎 當然啊 你要知道 呃 我 我有個朋友 他的老闆是很標準的那種 呃 台灣 台灣的老闆啊 就是很道地的台灣老闆 那 呃 他 公司的關係 他要接觸日本客戶嗎 可是他的員工 裡面沒有人會講日文 那他又請不起真的會講日文的人 那他就 要員工自己去學日文 你知道這是多可悲的一件事嗎 雖然這也是一種 雖然這也是一種方式 不過我覺得學那個人 你要有興趣不然應該會很痛苦 因為 因為你知道學語言不是這麼簡單的喔 不是說你今天有這個需要你去學 好 就可以用了 更何況是日文 日文是最難的 說真的 對台灣人來說是最難的 最難的嗎 雖然 呃 以外國人來說 中文比日文難 可是以台灣人來說 日文是比中文還要難 因為他的語法不一樣 然後再加上說他的講法又不一樣 他商業用語跟一般講法又是別的東西 對嗎 就是牽涉到日文的語法跟他們的用法 所以今天不是說你今天有興趣 去學馬上就會囉 這個 頂多可能 以日本的小學生的程度吧 剛學的話 那如果真的要跟別人談生意 那我真的跟人家說 那種自己去學 自己去學那個五星 然後 然後看動漫這種真的能學起來嗎 呃 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 可是 你學到的東西 不是很正 正統 也不是很正式的用法 對 這個是一個方式的啊 因為你要有興趣 你才有動力去學 那 剛才講的那個 用動漫 學日文 這個是一個方式 或是說 你看日劇去學他的 日常的繪畫 這也是個方式 可是他永遠都是在聽 你頂多就是練聽力而已 可是你不會講 嗯 對啊 因為我發現台灣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說 台灣人文法很強 就是以 文法 雖然說 文法跟中文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台灣人為了考試 他會去念文法 那 因為考試的成績就過了 那因為文法有念過嘛 所以你可能 很輕鬆就可以拿到N2 N2 因為 N2是比較常用的文法 所以 對台灣人來說是不難考 可是 我有聽過 一位朋友 他有N2的資格 可是他不會講 你們可能是 考試能過啊 就純粹 就純粹 考語法而已啊 所以那個 那個考試 純粹就是考你的語法 他不會考你 考試 所以 不會考考考試 我以為考考試跟比試都會 不會不會 即使是最高級的 他也不會考考考試 所以有很多台灣人 你N1過了 講日文還是 沒有 還是很難 嗯 沒有辦法講得很流暢 是因為你很少在講 對啊 那 台灣人也是這一塊很弱啦 口說能力很弱 那 有些人是聽力很強 是因為你平時都有在聽 那有些人是 為了拼考試 他文法 學很多 然後 也學得很厲害 可是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 也是有很多這種人啊 但 也不是只有台灣啦 我不是覺得台灣是這種人比較多 但如果是其他國家的話 比如說韓國 他的口說能力很強 可是他的 漢字非常的弱 完全是顛倒的 台灣人是漢字 韓國的字感覺就很特別 因為韓國沒有漢字 台灣有 所以台灣學生在學漢字很輕鬆 所以對韓國學生是非常的吃力 可是相反的 台灣人學文法會比較吃力 是因為跟中文的架構是不一樣的 可是對韓國人來說 文法是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他會學得很輕鬆 所以他的口說也會非常的快 就學會 強項不一樣 對對對 如果你們對語言有興趣的話 我是覺得說 第一個你就是要先 找到有興趣去學 比較重要啊 那 還先不 還先不看說你今天有沒有辦法講 就最主要是 你要很常去接觸日文 慢慢慢慢的學 對啊 那之後有機會 你可能是 可以留學之類的 那也不一定說是日本啦 美國也可以 加拿大也可以這樣 有考慮過之後 想要去就是外面學一下日文看看 可以啊可以啊 那如果有考慮的話你就做吧 那如果經費有困難的話你可以先自學 自學不難啊 因為網路上面其實有很多教學 就是包括教語法啊 或是教一些簡單的日文繪畫 網路上面就有了 不一定用補習版 有啊我有看過YouTube上面就有教一些簡單的文法 有啊有啊有啊 甚至那個大家的日本語 終極的都教完了 他們還會繼續放嗎 那些都錄影的啦 所以你隨時找都有 那我 我是還蠻推薦的啦 就是如果對日文有興趣的話 因為你們的強項就是會中文嘛 台灣用的是 是用繁體中文 所以 漢字來說對我們一點都不吃力 稍微念一下其實大概 大概都會等個七八成 對 那 呃 台灣就是學到後面會比較吃香 因為後面的東西其實大部分都是漢字 就是你們閱讀會比較輕鬆 日本也有一些漢字嘛 有啊 日本其實很多漢字喔 他 常用漢字大概2000多個 嗯 就很常會用的漢字啊 就是在字體裡面查得到的 有2500還2600吧 那日本人在寫字的時候比較常用漢字還是 有一些人還是會寫那個 喔 這個很特別 因為日本 日本人 他 用漢字 他有一些原因 第一個就是 日本其實有漢字檢定 那 你會用漢字就代表說 呃 你有一些 資歷 有一些學歷 你才會用漢字 那如果一般不用漢字的 馬上就聯想到你好像是 小學生 或者是中學生 他們正在學習的階段 他們會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 那 有些很常用漢字的 呃 句子啊 你如果都是用 呃 片甲名 或是平甲名去標的話 人家會看起來說 你好像 不會寫漢字 會有點怪怪的 可能是不太用功之類的 就有那種刻板印象 所以大部分的日本人 他們是會寫漢字 就是常用的漢字他們會寫 對 對 就不會 就不會刻意去寫那個片甲名 有時候漢字忘記是會啦 像 像 像我也是啊 漢字忘記怎麼寫 我就直接寫片甲名這樣 那日本人自己還會忘記漢字怎麼寫 當然啊 當然啊 還是會忘記了 老師也會忘記了 何況是台灣人 就其實漢字很難啊 那 對日本人來說漢字也很難 真的 那 我是覺得說 你們要把握自己會中文這一塊 然後去學日文 嗯 對啊 是你們會起步 你聽的時候學比較好記 真的真的 但是 要常用啦齁 但也不是說年輕就是你學還忘了啊 也很可惜 嗯 因為我也是有聽過有人就是 曾經拿到N2嘛 就是 中高級那那一邊 然後 兩年不用了 又要重新學 因為他全忘了 嗯 欸所以邦尼對 你如果要學外文的話 你第一個會先選日文還是英文 日文吧 因為是走興趣 興趣比較 我對英文的方面比較 比較沒有興趣 就不會很想要特地去再學英文 喔 可是國際語言是英文欸 對 雖然是這樣沒錯 不過我學不起來就是學不起來 所以 就想學自己有興趣的 喔 我是覺得日文還不錯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 嗯 那當然就是有一些方式啦 那不管是什麼方式 最主要是你要有動機去學 嗯 對啊還是要有動機 就 就跟實況很像 你有動機去開你才會開嘛 嗯 對啊 那還是要拉回實況啦 要不還 一直都在講 其他東西 講日語 怪怪的 你也可以開實況學日文啊 玩一些日文遊戲啊 像我之前邀請的 米娜他也是用這個方式在學日文啊 就是玩遊戲 然後是全部是日文的 沒有翻譯 然後 還是邊看邊學 那要怎麼進行啊 就 因為本身是有一些學過的 所以 大部分都看得懂啊 對啊 所以 那下次完全沒有學過這樣應該很困難 完全沒有學過是有難度沒有錯 不過你們可以挑戰看看 因為 因為 你光是看漢字你大概都拆了出來 真的 因為大部分的遊戲他都有標漢字 那除非是 你玩那個 紅 那個那個叫什麼 嗯 紅白機年代的 或是gameboard年代的那個 口袋怪獸啊 就是神奇寶貝啊 那全部都是 片假名 喔 是 是平假名吧 喔對 全部都平假名 他沒有漢字 所以 所以我以前玩神奇寶貝的時候 我是 完全不知道他內容在講什麼 可是我還是玩到破關的 有時候看那日本遊戲有時候就是 掺雜一些漢字就有 會比較懂一些 對啊對啊 是 我是覺得這是台灣人的強項 對啊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 練習看看 先從 玩遊戲開始 因為玩遊戲到部分都有標字幕 那 如果是要看 那個 日劇的話 你們要找那個 有附 日文字幕的比較好 附日文字幕的 附日文字幕的 有有有有有 有一些日劇 他有日文字幕 好像除了附國字 還會附日文字的 有有有 有的有的 甚至你就直接 不看字幕的也可以 就練聽力這樣 嗯 我看到這邊圖好像已經完成了 對啊 我已經 純粹聊天了 再聊個 二十分鐘吧 我覺得 一邊聊 然後一邊話 好像直接也挺 過得挺快 突然就已經一小時多了 對啊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在工作室嗎對不對 對啊 那 其他人在幹什麼 嗯 嗯 嗯 雪兔現在正在 開會 然後 在看實況 那 喜劍的話在 遊手好險 喜劍還在遊手好險啊 沒有啦 喜劍他等一下也要準備開會 因為我們等一下 JKB那邊有事情要講 喔 那 那 也可以聊一下 JKB的東西啊 就是 JKB嗎 對啊 那你在 你們在進行JKB的時候 你覺得哪一塊最困難 可能是 一邊 一邊直播 還有一邊就是 嗯 就是在進行活動的時候 還要注意到觀眾 其實這有時候 真正在直播的時候 會有點難度 對啊 其實你們 你們用這個方式 呃 經營活動 是 最困難的 因為這好像是每天都要棒活動的感覺 對 我們是一個禮拜 就要想出一個企劃 每個禮拜 就要想出新的東西 嗯嗯嗯 真的比較累 而且大家都很密集的在開會 不過我是覺得說 這個是 有 有收穫的啊 因為那個 不是只有開台 才用得到 因為 你們將來 你們 嗯 接商案 或是說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你們會比較 了解說 那個 要怎麼進行 可能開會的時候 重點 要討論什麼 或者是說 你們在 帶活動的時候 你們要注意什麼 讓觀眾想要看 嗯 其實這個是還蠻好的練習 就是 JKB這裡 這個 這個頻道 對啊 我就覺得說 你們要好好地經營這樣 那其實這樣 就是大家一起就是這樣做下來 其實也學到蠻多東西 嗯 對啊 那 可以 可以再 好好想下一步吧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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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KB 它其實 就是 以我觀眾的 角度來看啊 我是覺得說 它的 硬體設備不夠 硬體設備 硬體設備不夠 就是收音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樣說 收音現在就是用 就是 我們其中幾個 可能會帶 提供 麥克風那樣 嗯 比較 就是不要用那個 現場收音的 就可能用麥克風 會 聲音會比較清楚 那 另外的就是 那個 嗯 那個叫什麼 因為剛才講的是聲音 就是硬體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是 你們要用什麼方式 去讓觀眾看下去 那個就非常的困難 因為 通常開實況的人家都是 看玩遊戲嘛 那你們也不可能 每一次JKB都在玩遊戲啊 你們可能是 聊天台嘛 對不對 那聊天要 聊得讓別人很 很想要聽的 也不容易喔 嗯 對啊 因為之前都是 大家都還在練習 我是覺得那個是有收穫的啊 因為那個真的很困難 嗯 那 嗯 我覺得最難的是 你們有沒有辦法 讓JKB繼續開下去 這個是最困難的 目前都還在就是做調整 就是只要一集開過之後 大家也會都會檢討 然後就提出 就是比較需要加強的部分 嗯 對啊 那如果有觀眾 就是有在關注JKB48的 嗯 粉絲啊 也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讓這個 讓這個頻道 讓這個活動可以更 符合大家的胃口 因為那個 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禮拜就是最後一集了 然後 之後結束後也可以 丟一個就是表單 然後問大家有沒有 意見也可以提出 嗯哼哼哼哼哼 對啊 其實 放活動真的很困難 而這樣說 你們就是實況嘛 然後一定會遇到很多問題 比如收音的問題 或是說實況台 斷線之類的 那個都是要及時去處理的 對啊 像我們有幾次開的時候 不是麥克風的問題 就是電腦開不了機 對啊對啊 之後就真的買乖乖回來放著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只能買乖乖要 沒有其他方式嗎 嗯 其他方式 就是自己 除了自己調整 然後 想說就買個乖乖回來放著 看他會不會真的乖一點 嗯 因為這個都是 臨時的 一些反應 因為 開實況這個部分是最困難的 不過 你們也可以學到 臨場應對的能力 這個非常的重要 那 欸 因為剛才講到JKB 那你們之後的規劃是 方便透露嗎 就是說 第二季嗎 對 會不會跟之前一樣就是 可能偶爾開聊天 有時候會玩遊戲之類 還是說會有一個全新的方式 去進行這個活動呢 目前都還在討論中 不過 我們是有想說就是一個禮拜 在大型活動 然後 歌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 下個禮拜就是小型的 然後聊天 然後 再接著 下一下一個禮拜 就是大型 就是 變成說 一個比較 盛大 然後另一個比較簡單 然後再盛大簡單 那樣子的方式 就是 維持他的 曝光 然後 你們可以花 比較多的時間去 經營那個大的 活動 對啊 然後第二 就是上週可能就是 比較簡單的 對 對啊 這也是個方式 對啊 那 因為 對啊 還是要聊一下實況 我還是要一直帶回實況 因為剛才講的那個 JKB也是一種實況嘛 那你本身 就是 你在 在經營實況台的時候啊 你 大部分都是 開什麼樣的台居多呢 大部分嗎 就是 遊戲台比較多 然後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 跟就是 觀眾互鬥 所以我會喜歡開 我最近很常開 打LOW 然後 就要大家然後一起玩 嗯 那你們印象最深刻的 一些那種 觀眾的反應 或是說他提的問題 有沒有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嗎 嗯 目前好像沒有太讓我印象深刻 不過就是有觀眾 然後也是實況主 然後 就打LOW打到一半 在宣傳自己的頻道 那樣 就 在你的台上面嗎 對啊 喔 這很 很沒禮貌 就是這種事情 就真的 比較印象深刻而已 嗯 好的也是有啊 就打LOW 然後把我打爆 那種也是 蠻印象深刻的 對方把你打爆啊 對啊 因為 就真的很奇怪 就是我要觀眾進來 然後就來個銀牌金牌 然後我什麼牌都沒有 然後 感覺就是我一個人被虐假了 嗯 嘖 所以就 這個就告訴你 不要玩LOW了 你可以玩其他遊戲了 對不要玩LOW 我最近有在玩那個 就是 重新回去玩世紀帝國啊 然後跟 模擬世民 這兩款遊戲 喔 世紀帝國是2嗎 還是3 就是 2吧 然後是HD版本 喔 在斯汀商店買的那一款 世紀帝國 因為我之前 我很常玩世紀帝國齁 然後就 就前幾天就圓遊會的時候啊 然後我們有上台就是 就有上台玩世紀帝國 然後大家看我的畫面是說 就是很像一個 就我在玩模擬世民的感覺 就是 東西都要排好 然後又 東西都要放好 很要求那樣 就叫我市長 那 那你玩世紀帝國是 呃 程度大概 嗯 你覺得你的Label 是 你是說就是 建立軍事或 對對對 就是大概 你 一次可以對 幾個困 最難的電腦 兩個還是三個 我玩世紀帝國完全就是在 開心農場 就是慢慢農的那一種 所以 所以你的敵人最難的你就打不贏了嗎 只有一個的話 一個簡單的話可以 可是到那個中間困難就不行 蛤 這也 我就在開心農場 我都會 慢慢來 然後 你知道我 我 我玩到後面啊 我就是 頂多就是一次可以打兩個最難的電腦 一次啦 真的嗎 可是我們班有很厲害的一次 一次三個吧 三個最難的 一次三個喔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當初三個人對一個就很困難了 我們 因為玩 因為 電腦還算很好預測 你只要快攻防得住 你基本上就贏了 所以 可是電腦就很 它很快 它非常的快 所以你要比它更快 所以 你一開始的手速要非常的快 而且 那個 冰種又有克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說 有什麼種族 也會有關係 有啊有啊有啊 當然就是我 我一打兩個最難的電腦 是因為 我選黑森林的關係 比較好防禦嘛 呃 因為四周都是水 對對對對對 所以 只要防住 電腦的快攻 基本上它不會有什麼難度 我每次說 因為我跟電腦打的話 它都是 我才正在開心農場 它就攻過來爆滅了 沒有感覺 因為我玩世紀紀 我很喜歡慢慢農 喔 那我大概知道 因為 我之前 因為我之前在學校是 住學生宿舍嘛 然後就有很多人在玩那個 世紀帝國 所以我們有 寢室對寢室 那 因為那個是 室對室吧對不對 就是最多八人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子 好像是耶 然後 然後 我們就是 反正就是四個同學 跟四個同學在玩嘛 那你就會發現說 每一個人玩法都不一樣 有一些人是玩快攻 然後 有一些人就是農 就是拼拼蓋城牆 所以一開始就是在沖那個軍事上 對對對 然後 就有一個同學 他很特別 他就是 把他當作模擬市民在玩 喔就是跟我一樣嘛 對對對 真的開心的怕 他無關勝負啊 反正他就是 隊友保護他就好 然後他就慢慢的種田 慢慢的蓋 沒有跟你講 我們市場玩就是 浩盾 等你們家都爆了 之後就可以做豪華豪宅 真的耶 我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打到後面啊 就突然發現說 怎麼一個我完全沒有看過的顏色 就 他已經養 養到一個 很恐怖的那個 軍事的時候 等他出馬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我們都被滅了啊 因為大部分就是 他的 隊友都幫他保護得好好的 那他慢慢的玩這樣 那當他 慢慢慢慢養兵 當他有餘力出征的時候 那大部分都是末盤了 就已經很可怕了 就玩到後面 我都覺得說 欸 怎麼 這個顏色我們一開始都沒有看過 因為他有在玩遊戲 我這次先把我的村莊 什麼都是弄好 然後我最後 我會先放兵 在家裡保護 然後之後 等我東西都弄好之後 我就會 用大量的兵 那那個如果是跟 一般玩家在玩 你馬上就被滅了吧 對啊 就是沒辦法給我撐到後期 但是需要 需要隊友Carry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的後盾 對啊 因為那個 世界帝國 他是一個 我是還蠻推薦的一個遊戲 就是如果 你可以找到一些 朋友一起玩的話 然後你會發現說 很多人的玩法都不一樣 然後都很有特色 像老皮就超強 喔老皮他的等級 大概是 一打兩個吧 一打兩個 最難的 OK 對一打兩個 那 呃 我看過職業賽 那個其實更恐怖 職業賽 對職業賽 就是一打一 就是職業玩家對職業玩家 這樣 那你要你要知道 他的黑暗時期 打了超 打了差不多 三十幾分鐘吧 欸不是黑暗時期 因為那個要升封箭嘛對不對 嗯 那 黑暗時期他們就在快攻了 就在快攻了 對對對對對 所以一開始不是要先用食物那些東西嗎 那沒有 他們 他們資源是比較後面 他們一開始就是 用一些比較特別的戰術啊 就譬如說你蓋兵營嘛對不對 然後他 他就派 那些村民把你圍起來 就是蓋那個 木 蓋木牆把你圍起來 那你出來的兵就出不來 呃 對就這樣的方式 然後 在那邊拚 就看誰 可以升到封箭這樣 嗯 就從黑暗時期就打非常久 然後打了亂七八糟了 然後 通常是不會有玩家這樣玩的 因為那個是職業賽 因為就是 拚快攻的 職業賽就是 就是 就想盡辦法把對手打倒 對阿 第一個方式 你的用快 就是用快攻打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要靠戰術 對阿 像是譬如說你的城牆 哪一個地方最弱 或是說 你靠你的 兵種相剋 那其實 是很複雜的 就是如果是 要玩世紀帝國的話 你們有研究這一塊 你會發現他非常的深奧 很深奧 像是有一些種族 老真正要去研究他連種族那些 對 對阿 像 像是有一些 是那個 條 不是條盾 哥德 哥德 哥德他是 克中國 他們還有相克這種東西 有有有 他那個 那個特別的兵種 他有克 就是 中國是 射弓箭 就是他的 聯弩嘛 他射速很快 可是 對上哥德的話 就是哥德的兵 是拿盾的 他是 他對那個 弓箭的加成 是很高 所以打他不痛 對阿 就是 有一些特殊的兵種 是直接相剋 那 日本呢 因為我最常玩的就是日本 日本 他是日本武士阿 他砍人非常的快 所以 日本是 克哥德 日本克哥德 對 因為他是 清那個 他是近戰的嘛 然後 哥德是 是 防 遠距離的 那匈奴呢 嗯 我記得匈奴好像是不用 蓋 屋子嘛 對不對 不用蓋屋子 那 喔他人數的上限 他人數一開始就200 所以他很適合快攻 原來 可是 可是他玩到後面他非常的弱 為什麼阿 因為 因為他有些科技他 沒有辦法說 發展到很後面 他就是專職快攻的一個 國家這樣 嗯 對阿 其實就有很多國家是 他有些設定很有趣阿 所以你可以 依照他的設定去玩 對阿 像是波斯阿 之類的阿 就有很多很特別的國家 或是韓國 或海戰很強的阿 或是說西班牙之類的 嗯 對阿 但我是希望說你們玩世紀帝國 不是純粹玩遊戲阿 因為他裡面都有一些歷史介紹 你們可以關注一下 為什麼西班牙 對阿 戰船會這麼強 之類的 或是說日本 喔 所以日本 所以那個介紹裡面 就可以知道說他們 哪些特色 他有些模式是故事模式 你們可以玩玩看 對 就是他會交代一些歷史的事件 嗯 對阿 那日本是其中一個阿 因為世紀帝國他 你把它玩完基本上就是 讀完很多歷史的重大事件了 嗯 所以是邊玩遊戲邊學 所以我那時候非常喜歡玩世紀帝國 也是這個原因 不過阿 除了對我來說我覺得世紀帝國就是讓我 就是能消耗時間開心玩的東西 我覺得世紀帝國 我沒有打分就是打到那種 就是監視很強 我覺得世紀帝國 即使是跟電腦玩一次玩都要玩一兩個小時 我都會讓 我都會讓我自己就是 我就 就 就閒暇的時候就去玩一下 可能就玩很久那種 是還忙到時間的嗎 因為我會 我會把我的對手也射成同盟 然後就我整個很放心 然後就在那裡一直慢慢玩 嗯 那你純粹就是 跟電腦當好朋友這樣 對阿 完全不能跟他敵對 因為有時候就是開個聊天台的時候 就會想說這樣就很輕鬆 不會有壓力 還要手速很快 那你見東西 然後看他有沒有來攻打我 有阿就是看你玩遊戲的目的是什麼啦 像我之前有個同學他很特別 他玩世紀帝國他是用那個 他是用創造模式 他用創造模式在玩的 創造模式 對對對他有一個創造模式是 呃比如說你蓋一個機構吧 他可以一直生產村民 他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 嗯 對然後他那個他那個村民就是 呃他的玩法就是 他先設定好很多很強的士兵 然後我方只有村民而已 然後他就一直去推一直推 一直派村民去送死這樣 然後看可以玩到什麼程度 我 我當初有玩到用那個 你知道眼鏡 眼鏡蛇車那些嗎 那我知道喔 我最喜歡用的其實是快速完成 然後之後再用那個眼鏡蛇車 完全沒難度嘛 就輕鬆玩嘛 因為眼鏡蛇車說真的 呃 是真的被電腦電爆之後才會用的啊 但是基本上是不會開始再用 因為你知道其實來看 來看我玩遊戲就是 不能抱持的那種會有技術的東西出現 只能抱持的會有那種 就是其他的東西存在 是 我是還蠻推薦的啦 因為如果有在玩這個遊戲的話 他是可以玩很久 而且 而且他跟minecraft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也有很多玩法 甚至有很多模式 就是網路上其實都宰得到 就譬如說我之前有宰到一款 就是RPG的 嗯 司機帝國 對 RPG型的司機帝國 那他砍怪啊 就是 他加的是石頭 那他那個石頭其實是經驗值 就是他有些特殊的模式啊 就是你們 有興趣的話可以找找找找找一找 對對對 他那個 會讓你覺得玩司機帝國 就 不是純粹就是司機帝國啊 對啊 那當然其實本身 故事模式其實就很夠玩了說真的 然後 如果是對於 這種類型的遊戲感興趣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你們玩很久也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 本來就是老遊戲了 可是 那個是經典 他不會退流行 對啊 他 他當然也不會很紅 可是也不會退流行 好 因為那就是這個 大家都有玩過的 一款老遊戲這樣 嗯 那 對啊 這其實已經兩個小時了 對啊 今天聊好久 那 其實不知道是他聊什麼 然後聊一聊 就突然就兩個小時就這樣過 對啊 其實其實要聊很快啦 只要有找找到話題聊的話 嗯 其實聊天台沒有這麼的困難 但其實就是雙十就很劍談 劍談啊齁 我覺得還好啦 我不是很劍談的人 感覺你之後 之後再這麼繼續下去的話 他可能可以當一個 就是蠻厲害的 就是 主持人 我還 不夠老皮 這樣子啦齁 哈哈 沒有辦法 慢慢的練習 我還沒辦法像他這樣 嘴炮齁 好 那 其實已經兩個小時了 其實實況也差不多了 那 因為 上個禮拜 呃 你們實況員遊會 所以我沒有邀請 那 呃 上上個禮拜 我是邀小強 當任來賓 那他有留一個問題給你 呃 他的問題是 你對於 呃 實況露臉這一塊 你有什麼樣的 看法 就是你本身你有露臉 就已經有露臉了嘛 對不對 那你當初是為什麼要露 其實當初 當初露臉 就很順其自然是 那時候跟小M還有瑞德一起拍整人節目 然後就是為了整血兔 然後就 有露臉拍影片 那 但其實 最根本不喜歡露臉 其實是因為 就大家就很喜歡看你長什麼樣長相啊 然後去 評斷 就是用長相去評斷一個人 其實就很害怕 那你露臉之後 有遇到這個問題嗎 是 是沒有 沒有 對 但是我也是就是 我沒有開視訊 就是 喔 就是 算是實況特別的時候會開 不過 平常直播的時候不會 喔 還是會避免 避免一些話題出現 就 也不是說刻意露臉嘛 然後也 也沒有說刻意就是不露這樣 反正就順其自然 就這樣 對啊 順其自然就好 喔 那 如果 如果說就是有一些實況主 就是很堅持不露臉的話 你會覺得 他很 特別嗎 還是說 呃 就你對他有什麼看法 就是如果堅持不露臉的一些實況者 就個人意願吧 但 我覺得 就是實況到一定 一定的時間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 很希望能見見他嘛 然後他就算不露臉其實戴個面具 然後出來拍個 就是實況秀也不錯 嗯 對啊 這個也是一個經營方式啊 因為我之前 有 聊一些 就是跟實況主有聊到 就是露臉這一塊 那有一些實況主是把 露臉當做一個里程碑 齁 就是他可能達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他就露臉當做回饋這樣 就看你要怎麼去正視 就是露臉這一塊 其實我是覺得都強求不然 因為那是個人自由 對啊 就看自己想不想要 對啊 那如果不想露臉 那就不要露臉啊 其實我們也不會說什麼 那 我是覺得說 觀眾也要理智一點啊 就是 如果不露臉就是 他的自由嘛 你也強迫不來說 一定要他露 然後露的時候 露的時候 然後你又在批評他的長相 那你當初為什麼要他露臉 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 最不希望出現這種事情 因為你要知道 長相這一塊啊 呃 天生的 除非你去整形 對啊 對啊 那 如果是天生的東西 你又去批評的話 那個就是歧視喔 對啊 其實 就是沒有必要 就是去評斷一個人的長相 對啊 是真的沒有必要 大家只是為了有趣 然後想說開個視訊 跟大家 就是 有種更貼近的互動 但卻被講成那樣 就是會很傷心難過 嗯 我是覺得這一塊 是你們都要學的啦 因為網路上就是各式各樣的人 他不是你們的圈子 所以有很多 嗯 心智年齡還不成熟的啊 那他們想到什麼話就說 那有時候你就看看就過了 其實也不用這麼的難過 對啊 因為 他說的說不定你可以改善 那他說的你不能認同你就跳過 或是說你不要跟他起爭議 大聲就能解決了 你就大聲回去 沒有啦 大聲回去也太誇張了 就其實有一些小朋友 他們是覺得說很多話都可以講 那他們不會拿捏分寸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成年人 你就有義務跟他講 其實有時候像在 實況那邊就是會有一些小朋友 其實也會跑來留言 然後都會花很久的時間去開導他 其實我是覺得說 願意一個一個 留言的實況主 觀眾你要好好的珍惜啦 其實有很多實況主是留到最後都不會這樣 再留了因為粉絲越來越多 他們根本沒那個時間去 回覆 如果有這種實況主的話 你們要好好的珍惜 愛護他這樣 愛護也太誇張了 其實像是有些人 可能知道你認識老皮啊 認識小M啊什麼的 然後就來問你說你能不能 介紹我介紹 讓他們知道 這個問題我有被問過 我知道 然後你知道我的方式嗎 可是對方是完全沒有實況過 我只是想要 說他想實況 然後想跟你一起實況 甚至還有人直接跟我說他想要 紅可是不知道怎麼紅 那種問題 這個問題 自從我去年開實況之後 我有被問過 那... 大家都很常 沒有問到這種問題 其實你們要問我這個問題 也不是不行啊 那基本上我... 我會回的 都是說 你為什麼要開台 或是你本身有開台嗎 那如果沒有開過台 你自己... 你先去Google 上面都有講 那... 你要怎麼紅 干我屁事 因為我自己也不紅啊 你知道我幹什麼 那如果要靠... 靠我這一塊去認識到老皮 其實也不必啦 老皮忙成這樣 我找他都有困難 對... 那... 也... 其實要... 要透過我這邊去認識誰 呃... 基本上... 你們可以問沒有關係 但... 嘖... 我... 我也是會看人啦 我說真的 有時候有些人問的方式 也是... 就很沒有禮貌 像有一次 有人想要認識就是Red啊 老屋啊 然後... 就直接叫我說 你去Red... 你去叫Red去叫老屋 那樣的感覺 就... 喔... 那非常... 不可取 這個沒有禮貌 就是... 對方的家教了吧 這個... 教不來的啦 然後我花了好多的時間 在跟他講說 你這樣講不行 然後... 但他最後好像也沒有聽得懂 我一直說 好啦我還是不要做實況好 那種感覺 嗯... 對啊 這個也是一個... 練習吧 教你怎麼應對 那如果是我的話 基本上我都是不回覆啦 他... 因為... 我... 到後面其實有一些問題 我不會回 的原因是 我回了... 沒有什麼幫助 然後再加上說 雙... 浪費雙方時間 因為你只要回了 他又要花時間去問 然後問的問題 又跟之前的問題很像 那基本上我就是不會回 總會一直在一個圈圈 就是... 對啊... 像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喔... 我很喜歡畫圖啊 那有什麼方式... 練習呢 或是說我很喜歡開... 我很想要開實況 那... 有什麼方式可以開 取得Google一大堆教學 一大堆影片 我就直接說請Google 因為Google上面都有 那... 等到你開到一段時間之後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樣的困難 或是說什麼樣... 嗯... 這個時候你可以跟我交流 沒有關係 嗯... 對啊... 其實大家都還是希望他們 就自己先去拆拆看再說 對啊... 那因為... 嗯... 我用這個方式是因為... 嗯... 我還是願意齁... 分享 給一些... 比較沒有經驗的朋友 那如果是以前的話 我如果以前沒有開實況 然後純粹畫圖的話 我遇到這些問題 我基本上都是... 連看都不會看的那一種 嗯... 對... 那... 如果是對於一些業界的人來說啊 他們也很常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有很多人會問他說 怎麼靠這行吃飯之類的 基本上你問這個問題 是不會有答案的 因為有很多人也都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繼續做下去嘛 對啊... 比如說你今天開實況 你完全沒有料到說 你有辦法接上案 就是慢慢做慢慢學 因為人家是先做了 才有機會嘗試到這一塊 那如果你一開始都沒有規劃 那純粹就是想要達到這個境界的話 那... 當然就不可能啦 因為你一開始就沒有在開台的興趣 你要怎麼達到這種開台之後的成果 這個邏輯上受不同 對啊...而且... 就算別人把你Push上去好了 可是你沒有經驗 你可能也做得很差 還是一樣會就是... 落落下去 因為說真的啦... 呃...別人Push你 呃... 請... 那個... 朋友也是要付代價的啦 說真的 因為... 呃...Push你上去 呃... 人家可能可以賣你面子 去提拔這個新人 那如果這個新人 就... 最後發現說自己不適合這一塊就走了 那自己也很難做人 因為你是介紹進去 對啊... 這當初在你進來就你一聲... 一聲不想的又給我出去了 對啊... 這真的都是一些... 呃... 說話的一個方式 或者是說... 交流的一個方式啦 就是你們也要做好一些保護啊 說真的 不要一直付出 因為觀眾很現實 有一些人就是... 他們不是真的想要開實況 那純粹只是... 呃... 可能看到某一些人是靠實況 在吃飯 然後他們... 不... 不太想自己找工作的時候 他們想要依賴實況 嗯 通常這種人啊 他第一個沒有工作經驗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不敢去嘗試新的東西 他就... 呃... 這個人的心態就變成是說他... 不敢去付一些代價 說真的 其實有很多東西 你都是要付代價的 嗯 就包括說 你減開台 你的時間 或是說... 你工作 如果你本身有工作 你要減開台 勢必你要壓縮到自己的休息時間 對啊 那我畫圖的話 呃... 我畫圖也是花時間的 對 我一開始也沒有想過 我可以畫圖結案 我是一直畫...一直畫 然後才有機會接 所以通常你們問我說要怎麼畫圖 呃... 我不會有標準答案給你們 因為每一個人的情況不一樣 對啊 對啊 怎麼露臉 像有些人接案子也就是在網路上 就是可能... 就是接到案子 商案量 對啊 對啊 如果說要怎麼接到商案 我是可以分享一個方式啊 呃... 只要你的粉絲數可以達到一個量 基本上你要接商案遲早的事 好 那至於要達到什麼樣的量 你們自己去做功課啊 對啊 說真的 我也沒辦法分享說 你們要怎麼開台才接到商案 因為這是人家來找你的 不是我去找人家 對 所以別人不會賣你的臉色去發案子給你 他通常都是主動去找的 可遇不可求啦這個 對啊 對啊 欸講到... 露臉會講到... 講到商案這一塊 對啊 車很...車很遠 其實也還好啦 因為露臉這一塊你會發現喔 老皮之前沒有露 那... 他... 有名氣之後 他露臉之後啊 他的商案變得更多 嗯 對一方面是他的露... 露臉的關係 對 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不過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辦法 因為他之前經營很久 嗯 之前就已經有知名度 那他... 他露臉只是一個... 契機啊 就是讓... 很多... 人... 一眼就知道老皮 這個人 嗯 你馬上就區分了 你馬上就區分了 就馬上就區分開 因為他的長相 就是這樣子吧 也不會有跌個老皮啊 對不對 對啊 那如果實況的話 你沒露臉 那基本上人家就是聽聲音 嗯 對啊 那如果你沒講話的時候啊 人家就... 可能... 不會發現說你是實況主 對 露臉也是有這個好處的 那個商案機會會變多 嗯 當然如果你... 如果之前沒有經營過 你就直接露臉了 那當然... 不會有人發商案給你的啦 那個都是要經營的 對啊 對啊 那下... 那是不是也要留問題給... 對啊 聊太多了 那... 邦尼那邊你有什麼樣的問題 要留給... 下週的來賓呢 嗯... 通常留的問題的走向有固定嗎 沒有 自由 都自由 都可以 像是... 為什麼實況這問題 應該已經有人留過了吧 可以啊 嗯... 都可以啦 那... 沒關係 你就是可以想一些 你比較想要知道的 或是說 你完全... 那我想問... 就是他實況... 就是... 終點 終點 大概想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嗯... OK 好 我再把... 這個問題 帶給... 下一位來賓 好 好那...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 幫你來到... 我的實況台上面分享 主要謝謝就是... 說實在大家就是... 不能我這麼問... 這麼多問題 不會啦 主要還是因為你丟問題給我啦 才讓我講比較多的話 因為... 因為我... 我... 我... 我其實邀請了好多實況主 或是一些朋友來... 實況台 那... 我就會發現說其實有一些人是... 不太會說 所以我要一直丟問題 然後有些人是... 我只要開個話題 他就可以講很多喔 其實每一個人的... 呃... 方式不一樣 可是他... 很擅長就是... 一直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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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中間... 基本上我聽就好了 那有一些人是... 呃... 很難... 就是很難去... 跟他聊天 因為他本身就是... 呃... 嘖... 可能不太會講話的那一種 這種人對實況主比較少啦 畫圖人比較多 嗯... 對啊... 不過這是題外話啦 像我的話 我覺得... 丟問題給我的話 我會比較好接 哦... 是... 我很難去想一個問題 不過... 如果有問的話 就比較好去回答 嘖... 其實我很想挖坑給你跳耶 哈哈... 哈哈... 我很難跳坑耶其實 真的嗎... 真的... 哦... 嘖... 那我挖一個坑給你跳好了 還... 居然還真的有坑 我... 我想一下那個坑要... 要什麼 欸... 你第一次看到老皮的時候啊 嘖... 你覺得他大不大台 大不大台 對啊 這個坑... 這... 其實這不算個坑 因為其實... 我覺得我第一次看到老皮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他就像... 螢幕前一樣很有趣 而且又很新鮮 就沒有距離感那樣子 嘖... 對啊 那你覺得老皮胖不胖 蛤... 老皮胖不胖 蛤... 這個坑太壞了 這個坑太壞了 蛤... 他是... 撞 撞 你怎麼有點... 那個... 嘖... 講話有點虛虛的 沒有... 就... 好啊... 他就在裡面開台 有點可怕 好啦... 其實老皮不胖啦 我說真的 他是忽胖忽瘦的那一種 其實這樣... 現在這樣的身材 其實挺可愛的啊 所以他是胖的意思喔 沒有... 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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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老皮真的是... 嘖... 怎麼一直講到老皮齁 他就是給我們藍拿來賣就對了 這給大家各種賣 對啊... 那當然有時候也可以賣一下其他人啊 好啦... 那今天實況台大概就到這邊了 那... 呃... 如果觀眾對於一些實況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也可以留言 不管是我的粉絲頁或是說邦尼那邊的粉絲頁 就對於實況這一塊 那... 呃... 有興趣的話其實... 所以... 本身如果有... 開實況的經驗也可以多多交流 反正都是... 同一個圈子的 那畫圖當然也OK啦 那... 今天實況台就大概到這邊囉 那... 呃... 就先玩囉 各位晚安 掰掰 掰掰